第72章,往死里练,江凡道,不狠一点,你们短时间内学不会,我可向指导员立下过投名状的,要一天内,让你们学会基础的挖勇,而这个基础,就是让你们在深水区至少游20米以上,林涛顿时无话可说了,好吧,那我就信你一回。 江凡再次冲李浩四人道,你们四人,也得拼命地往前游,如果连五米都游不过来,那就惩罚一次像开始那样,丢你们在海里,继续喝海水。 李浩四人想到刚才那场景,顿时冷汗直冒,赶紧回想挖勇的那些姿势动作,心道,哪怕是拼了命,也要游完这五米啊。 不得不说,喝海水这个威胁,还真的是有效,他们也不敢质疑江凡的话,毕竟,江凡有指导员的支持,而且,从认识江凡以来,他们就没见江凡食言过。 赵东上岸找来了五根救生绳,绑在他们的身上,救生圈收上来后,五人只能趴着快艇边缘,不让身体沉下去。 准备好了吗?江凡冲五人问道,等等,我再缓缓。 李浩紧张地喊道,江凡,再给你们十秒钟,好好再回想一下动作。 说完,江凡便是开始倒数。五人听到时间越来越少,也越发地紧张起来。 可江凡可不管他们这么多,当数到一之后,跟赵东使了一下眼色。 两人便是快速地掰开他们扶着快艇的手,然后让快艇快速离开。 五人全部掉入海水中。 李浩四人不出意外的,一下子就被海水给灌了一鼻子一嘴巴。 林涛倒是后蹬腿,让身体浮起来。 李浩四人快速拍打海水浮起来后,江凡的声音便是传了过来,快点呦。 五米而已。 赶紧。 四人听到江凡的声音。 来不及多想,他们赶紧学着按照蛙泳的姿势,赶紧朝着快艇的方向蹬腿。 然后双臂在海里不断地滑动。 但或许是太过于紧张,脑子有些短路,蹬腿,双臂滑水,抬头换气的顺序,完全被他们弄乱了。 蹬了几次腿,手滑动了几下后,头怎么都抬不起来,让他们身体再次沉了下去,猛喝海水。 倒是一边的林涛,毕竟是会狗爬的,没有那么紧张,还能正常地用蛙泳的姿势来游一下。 而李浩四人才游出来不到三米,就再次像一开始那样扑通扑通地拍打海水喊救命了。 三米,也还行,江凡没有感到多意外,毕竟是第一次又伴随着恐惧。 如果都这样逼一下就完全会的话,那就没有不会游泳的人了。 能游三米,一边的指导员也满意了。 而有了前面的经验,加上绑着绳子也不再怕真的出现意外。 林涛游泳天赋倒是不错,五米距离对他来说没有什么挑战性。 李浩四人再次被灌了几口海水之后,便是被拉了回来。 你们几个动作都错了。 说着,江凡直接跳了下去。 你刚才是这样游的,我给你演示一下你刚才的动作。 说完,江凡便是坐了起来。 对对对,我刚才就是这么动的腿。 旁边的赵东和肖震龙都惊呆了。 刚才隔着鸡米远,他们又不是处在高位,又是队里面。 根本没法看清楚他们双腿怎么动的。 这江凡是怎么看到的? 新,第73章,从学员到总教官,江凡拥有阴眼技能,自然能将他们的动作看得一清二楚。 模仿完李浩的动作之后,江凡又跟他仔细讲解了一下这些动作的后果,然后该怎么纠正。 之后,他亲自示范,怎么从他刚才的那种动作姿势中纠正过来。 李浩看完后,也是瞬间恍然,扬言着要试试。 果然,在江凡手把手亲自试,再次进行尝试后,李浩改正了很多错误,游了四五米后,才又因为紧张,再次沉了下去。 但这让肖震龙和赵东两人都惊喜不已。 这短短十几分钟时间,虽然李浩不算是会游泳,但能有五米,也算是成功了一半。 后面,只要再多练习几次,肯定是没问题的。 之后,江凡又将其他三人的动作给模拟出来,给他们一一改正。 全部完后,让他们再次进行测试。 第二次测试,很明显,他们已经能有五米以上。 第三次,十米。 第四次,第五次,在进行了将近一个小时的不断纠正和指导后,五人都能顺利地有二十多米。 这已经大大的超出肖震龙的预期了。 他们训练过好几届新生,最快的,也需要三天时间,才能有个十几二十米。 可江凡呢,一个小时就达到了。 看来,还是我们以前的训练模式,太保守了呀。 肖震龙想着,立即上岸找中队长吴海涛说了这个事。 吴海涛听完也不敢相信,也来观摩了一下,发现是真的以后顿时欣喜无比。 当即,跟肖震龙商量了一番后,将剩下的其他的不会游泳的全部拉出来,用江凡的这个模式来训练他们。 果不其然,一个早上过去,几乎所有不会游泳的学员都能游个十几二十米了。 这可把肖震龙吴海涛乐坏了。 他们干脆先将下午的体能和战术训练给取消了,一鼓作气,打算将所有不会游泳的学员,在两天内,全部教会。 而江凡,也几乎成了他们的总教官。 现在的肖震龙对江凡,那是无比的信任,几乎他说什么,就是什么。 而江凡也没有辜负领导们的信任。 两天后,所有不会游泳的学员都已经学会了挖泳,并且学会了轻松浮起来换气。 这个是最大的关键,在海里游泳。 只要你学会身体浮起来,换得了气,那就不用担心沉下去或者游不动。 剩下的,就是体力的问题了。 只要后面慢慢再纠正一些错误的动作,他们就能跟其他会游泳的学员一样,用最少的力气在海里进行游泳。 而到了第三天早上,吴海涛直接组织了全中队进行一场小试验。 下海进行长达400米的游泳测试,看他们能不能按时完成。 在他们全员开始进入海中游泳的时候,旁边的其他中队看到这一幕,也是满脸震撼。 咋回事?这八中队全员都会游泳了吗? 这就开始长距离地训练了。 不是吧?我记得他们有三分之一的人不会游泳的呢? 才两天时间就全学会了。 两天时间我才学会怎么蹬腿,还扶不起来呢? 他们是怎么训练的?太变态了吧。 七中队和九中队这边的训练场地是夹在八中队两边的。 他们能清楚地看到八中队这边的游泳的状况。 他们的中队长何指导员也纷纷停了下来,拿着望远镜观看,发现八中队这边真的是全员出动了。 此时的江凡没有下去,而是坐在旁边的快艇上,快速地看着每一名学员。 当看到他们的动作不标准后,立即用大喇叭来提醒他们,让他们赶紧纠正。 否则,不仅会容易拉伤肌肉,游不了多远就会没力气了。 也正是有江凡的火眼金睛以及无比正确的游泳姿势来指导, 让得八中队的学员像是如鱼得水一般,很快便是调整过来。 三驱队长知道这事之后,也赶过来看。 顿时惊喜无比,赶紧询问吴海涛原因。 吴海涛将原因仔细地讲给了驱队长听后, 驱队长立即拍板,让七中队和九中队这边也学习八中队的训练模式。 而江凡又无疑成了这次海训中游泳训练的最大功臣。 又是三天后,各个中队按照这个模式, 不会游泳的学员最多也仅仅是用了三天时间,全部学会了。 之后便是开始了长距离的游泳训练。 从400米到1000米,然后慢慢到3000米,每天都增加一点。 当然,在进行游泳训练一周后,学校也开启了其他海训科目的训练。 比如,主要的400米渡海登岛障碍训练。 这个海训场上有三个这样的训练场地。 这个项目,考验的不仅仅是人的体能、胆气、还有身体的平衡点。 能够在两分钟内跑完这400米的,都是非常优秀的。 大多数人都需要两分半到三分钟。 因为这个障碍训练不仅仅是跑,还有通过各种障碍, 这会大大拉低你的奔跑速度。 在什么障碍之前,找到合适自己的速度,这样才能更快地跨过障碍。 前100米,是在柔软的沙坑里跑,全力冲刺到百米外的障碍物前。 然后到第二个100米,通过五步桩,越深坑,飞矮板,上高板凳, 越高低台,上云梯,登独木桥,高板墙,钻铁丝网。 第三个100米跟第二个100米平行的,跑完第二个100米后,便是折返来到第三个100米这里, 进行跳低桩网,下深坑,钻桥蹲,过云梯,过高低台,钻矮板墙,上高墙,三步桩。 最后100米,便是再次踏入沙坑中,全力冲刺回来。 100米的沙坑跑,即便是百米速度快的战士,也需要至少15-16秒才能跑完。 中等的都需要17-18秒,慢点的就是20秒以上了。 这两个百米沙坑,也是最好体力的。 特别是最后一个,因为前面300米,跑百米沙坑,再到十几个障碍物跨越, 已经消耗了他们80%以上的体力。 最后的100米沙坑跑,只怕没有20秒以上,根本完不成。 八中队这边,吴海涛给众人介绍完之后,便是让各班班长带着学员, 先对一个个障碍物进行熟悉和训练。 一个小时后,再全程跑一次,测试一下成绩。 行,第74章,这是人能做到的事吗? 班长,你跑完这个400米障碍,需要多少时间啊? 三班这边,林涛好奇地冲苏和问道。 苏和道,我的成绩不算很好,最好的成绩是1分48秒。 你班副比我强,他1分45秒能完成。 这么快? 三班众人微微惊讶。 平常他们进行400米短距离训练,都需要一分钟左右才完成。 那还是没有障碍物的情况下。 可这里,不仅有障碍物,还有200米的沙坑。 两分钟跑完,他们想都不敢想。 赵东道,我们这并不算快,只能算是中等偏上吧。 学校里面,跑进两分钟以内的,大把人在,也有一些能跑进一分半内的。 一分半? 众人倒吸一口气,这不得特种兵才能做到。 赵东一笑,你们还了解特种兵? 林涛嘴角一扬,电影谁没看过? 赵东,苏和道,你说的没错,的确只有特种兵那种体质才能做到。 众人顿时疑惑了,班长,难道我们学校也有特种兵? 赵东看了江凡一眼,然后淡淡道,等新讯结束。 你们或许就知道了,江凡苦笑。 赵东那一眼,他怎会不知道什么意思? 说的不就是种子俱乐部吗? 里面的人,各个都有堪比特种兵的作战技能。 即便真的不如特种兵,打也绝对不会相差多少。 众人见赵东这么说,也没有再问。 苏和和赵东也带着他们开始讲解各个障碍物的过法。 当讲到六米高网和两米五高墙时,众人顿时都有些害怕起来了。 班长,你是说,这高网也跟高墙一样,我们爬上去后,要直接跳下来。 林涛语气有些发颤地问道。 苏和白了他一眼,你想跳,我还不敢给你跳呢。 这高网有六米高,即便下面有沙坑,也会很大程度摔断你的腿。 而高墙只有三米,跳下来倒是没有什么。 毕竟下面是沙坑。 当然,高墙也有不直接跳的方法。 班傅,你来给他们演示一下。 是。 赵东应了一声,便是开始先爬高墙。 爬上去的这一面是75度斜坡,有几个突出来的石块可以踩着爬上去。 而另外一面就是直接垂直的。 赵东三下两下爬上去之后,便是蹲在高墙顶上。 冲下面的三班学员道,这个高度,危险不大,可以直接跳下去,这样可以节省至少一两秒的时间。 如果实在恐高,克服不了心理恐惧,那就像我这样。 转过身,双手抓住墙顶边缘,双脚尖踩着墙壁,让身体下来一米左右,然后一个转身,直接跳下去。 如果两米,你还觉得高的话,那就赶紧申请退学,回家种田算了。 三班学员一笑,两米的话,还是可以接受的。 来,你们一个个都上去试一下。 苏和冲三班学员道,我来。 林涛自告奋勇,冲了出去,然后便是很快地爬上了高墙上。 本来想着直接跳下去的,但低头看下去,觉得又很高,一下子害怕起来。 想了一下,干脆也像赵东那样抓着墙顶,慢慢地让脚踩着墙壁,然后再跳下来。 即便这样,也在沙坑上摔了个狗吃屎,惹得众人纷纷大笑。 苏和和赵东也没有说他什么,毕竟是刚开始训练,也不能要求他们做得很好。 紧接着是李浩和其他两名学员,纷纷上去,但还是没人敢直接跳下去。 到了姜凡,姜凡没有直接走到墙壁下面,而是往后推了四五米,然后猛然往前冲。 双手一把抓住两块突出来的石块,用力往上一拉,身体快速上升。 其他人的脚都是踩着突出来的石块上去的。 而姜凡不是直接踩着斜坡墙壁,两脚之后双手已经能抓住高墙顶部。 在大家惊叹于他的这个手臂力量和协调度,以为他直接爬上高墙跳下去的时候。 哪知道,姜凡却是没有。 他双手抓住高墙顶部之后,左脚斜着直接一脚蹬在突出来的石块上。 加上双手用力一拉,下半身直接弹起,他没有直接上到高墙顶上。 而是一个甩身,身体直接出现在高墙的另一边。 最后双手放开,身体在惯性的作用下,一个旋转,整个人稳稳踩在了沙坑上。 整个过程,一气呵成,没有丝毫的拖泥带水。 而时间上,比林涛、李浩几人都要快上两三秒钟。 这可把李浩、林涛等人全都看傻了。 就是连赵东和苏和两人都是满脸惊讶。 老姜,你太牛了。 片刻后,林涛几人快速跑了上去,对着姜凡双手双脚就一顿乱捏。 你是怎么敢这么做的? 连看都不看,直接一个翻身就跳下去了。 你就不怕摔断腿吗? 那可是有三米高呢。 姜凡拍到他们的闲竹手,直接说道, 你不看他,就不会害怕了呗。 再说了,我翻身过去放手的时候,脚离沙坑也只有两米左右,跟你们差不多。 班长和班副不是说了吗? 这点高度,没有啥危险。 众人,他们回想一下,好像还真的是这样。 姜凡的确是身体过到另外一边后,才放手的。 林涛道,可我怎么感觉像是做梦一样? 就你刚才那顺柳的动作姿态,感觉你在家的时候,就是一个跑酷高手啊。 其他人小鸡啄米般地点头,不仅如此。 这时,赵东和苏和也从震惊反应过来。 赵东直接走上去,深深地看了姜凡一眼,然后冲其他人道, 刚才姜凡下来的时候,是半蹲着的。 他这个半蹲跟你们不一样。 你们双脚没有规则,甚至是平行的。 而他是左脚在前,右脚在后,身体向前半蹲,双手放在沙坑上。 也就是说,他落地的姿势,已经直接形成了百米冲刺起步的姿势。 这样他在往前冲的时候,要比你们落地之后,站起来跑要快上半秒钟。 众人听到班傅这么一说,双目骤然瞪大。 不是班傅这么解释,他们还真一时没有看出来。 这么高,这么迅速地跳下来,居然还能做好冲刺的动作。 这特么是人能做到的事吗? 星,第75章,躺着也中枪。 姜凡听到这,也是一脸惊讶。 他没想到赵东的眼神这么独。 这样都能看出来。 老江,你太牛了吧。 林涛李浩等人都是一脸崇拜地看着姜凡。 一边的苏和也是惊叹道,他的这个翻阅和落地方式, 学校里面也有一些人能做到,且也只有他们敢这么做。 因为难度很大,且有不少的危险。 一旦控制不好身体,旋转落下,很可能会扭到脚腕,伤了脚。 苏和说着,冲姜凡问道, 但从刚才你那个动作来看,显然不是你一时兴起就这么做的。 你之前练过? 姜凡笑道,我家在山区,山多树多。 小时候,我们经常爬上爬树,各种翻越跳跃,有不少经验。 这高墙也不过三米而已,对我来说,没有什么压力。 众人面面相识。 怎么每一个科目,在这个家伙眼里,就像是过家家一样,那么简单。 虽然姜凡这样做,能节省不少时间,但苏和还是不太建议他用这种动作。 毕竟危险。 而其他学员,即便允许他们这么做,他们也没那个胆量。 他们不知道,四百米障碍,在前世,姜凡早就将其练透了。 不然,他也不会这么行云流水般的,这么轻松通过。 当然,现在他的身体素质比前世要好,手臂力量强,所以才能做到刚才那样一拉一蹬,身体就自然地翻过去。 练了一下高墙之后,苏和和赵东便是带着他们来到了高网这边。 班傅,这个高网不会也像刚才那高墙一样这么过吧? 林涛有些胆怯地看着这六米高的高网,小心翼翼地问道。 那样过也不是不行,看你们自己的胆量了。 当然,也可以正常地爬上去,再爬下来。 赵东说着,已经开始爬上去。 高网中间没有什么实物支撑点,只能踩着网格一点点地爬上去。 在高网顶部,有一根十公分粗的铁柱固定着大网。 可即便这样,当你网上爬的时候,高网还是会晃动得很厉害。 这么高,我有点害怕。 李浩几人眼里露出了一抹恐惧,倒还是姜凡一脸平静。 瞧瞧你们那胆小的样,再看看姜凡,不觉得害臊吗? 苏和看到李浩几人表情,没好气地骂道。 李浩撇撇嘴,那家伙不是人。 其他人跟着点头,表示暂停。 姜凡,我不说话也中枪。 很快,赵东爬了上去。 不过,他的身体还会在爬的这一面双手保住顶部的铁柱。 转头冲下面三班的学员道,爬上去的方式,就像我刚才那样,踩一个拉一个。 等上到这里后,如果你们不敢翻过去跳下去,可以翻过去后,像下梯子那样,再慢慢下来。 如果你有胆量,那就像我这样。 说完,赵东在网上登了一个网格,上半身有一半超出了顶部铁柱,然后弯腰,一把抓住网格的网绳。 在学员们惊讶紧张的目光下,他的身体猛然前倾,垂直反翻了过去。 然后身体后背面向他们,后背因为惯性也撞在了网格上,晃动起来。 只是,因为他双手抓住了网格,没有掉下去。 这样,他的双手离顶部有半米左右,掉下去,加上手臂高度,双脚离沙坑,也只剩下三米多一点。 这样,身体就像之前跳高墙的高度一样了。 我去,这太恐怖了吧。 如果翻过去的时候,双手没抓住,岂不是身体直接摔下去了? 三班学员看到这一幕,忍不住惊叫起来。 一边的苏和解释道,这个高网是相对比较危险点的。 就像你们刚才说的,抓不住,身体会摔下去,很危险。 所以,如果要用这种方式过去的话,一定要切记死死地抓住网绳,让身体保持平衡稳定后,再放手跳下去。 当然,前期的话,我们也不太建议你们用这种方法。 直接爬下去的话,没什么危险,但会浪费至少一秒的时间。 如果你们能在后面的障碍物中争取回来这个浪费的时间,最好不过。 我还是爬下去吧。 我可不敢跳。 林涛果断地说道,其他几人也是纷纷点头。 毕竟,这个高度,这个动作,他们想想都双腿发软。 而这时,在上面的赵东继续说道,爬下去的话,就正常爬就行了。 如果是选择跳下去,要像我这样,在翻过来的时候,身体会先往后撞到网格,但会被弹回来。 你要在弹回来的时候,顺势放手,让身体半斜地跳下去。 这样,就会防止你的脚跟不会被网格给挂住。 就像这样。 说着,赵东身体往后晃动了一下,紧接着,网格把他往前弹了回来。 然后,赵东顺势放开手,身体斜着往前掉了下去,然后双腿弯曲,稳稳地落在了地上。 新,第七十六章,特么谁想当老二。 啪啪啪,林涛等人纷纷鼓掌,扳赴牛逼。 你们谁先上去试一下? 赵东冲他们问道,既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没人敢先上去。 显然都有些害怕。 最后,林涛等人的目光都不约而同地落在了江凡身上。 飞人,你来吧。 飞人? 江凡一正,旋即无语,自己这又是多了一个外号吗? 一群胆小鬼。 赵东骂了一声,然后冲江凡道,江凡,你上去给他们示范一下。 不要求你跳下来,你看找到自己合适的方式就行。 是。 江凡也不扭捏,应了一声之后,便是开始活动一下手臂。 这时,二排四班这边也过来了。 哟,你们三班也学到高网了呀。 四班长笑呵呵地道,练得怎么样? 这不是刚开始吗? 苏和道,那就一起吧。 四班长说道,这高网这么宽,足够两三个人一起了。 说着,他就看到将江凡准备上去,笑道,咱们区队第一的牛人要上去了。 江凡苦笑道,四班长谬赞了。 我哪里是什么牛人? 四班长白手道,你可别谦虚了。 你的实力,咱们区队谁不知道。 说实话,你班长真的是捡到宝了。 我要是有你这样的兵,做梦都要孝醒。 苏和则是翻白眼道,你也不错呀。 你们五冲在区队中,也是能排进前三的存在。 排进前三,这个成绩,已经算是非常牛逼了。 可是,这让在一边的五冲,却是感觉极为难过。 从小到大,他都是第一。 可来到部队后,他不是第二,就是第三。 每一个科目,他都拼命去练。 每一次活动,他都积极参加。 可不管他怎么积极努力,一旦遇到僵返,永远都是第二。 他这个千年老二的名头,是越来越坐实了。 想到这,那种浓浓的竞争烈火之心,再次燃起。 他直接冲四班长喊道,报告班长。 我也想先试一试。 哦? 四班长微微皱眉,转头看向五冲。 这高网,我们还没开始学呢? 你会了? 五冲直接说道,这不是很简单吗? 爬上去,翻过去,再爬下来就是。 我不恐高。 而且,入伍前,我也练过一段时间跑酷,完全没问题。 四班长文言,一下子就乐了,可以啊。 全练过跑酷? 行,既然你要试,那就来吧。 刚好姜凡不是要上去吗? 每次你都比不过他,这次,给你一个机会,看能不能干掉他。 是,我不会再输的。 五冲大声硬道,两个班的其他成员,自然也乐得看这样的比试。 中队第一和第二强强对比,谁不想看? 这么热闹啊。 这时,中队长吴海涛也是笑着走过来。 中队长好,众人纷纷立正。 吴海涛摆摆手,刚才我听到,你们要比一下,谁跟谁比。 四班长当即跟吴海涛说了一下,吴海涛也是来了兴趣,冲武冲拍拍肩膀道,不错。 咱们当兵的,就是要有这种竞争意识。 再部队不争不抢,怎么进步? 加油! 得到中队长的肯定,武冲更加信心十足了。 是,我不会让您失望的。 嗯…… 吴海涛欣慰地点了点头,然后看向一脸漠然的江凡。 笑问道,江凡,武冲可是练过跑酷的,你有把握吗? 怕不怕你第一的名头被他抢走? 江凡微微笑道,进入军校后,我只跟自己比。 这话一出,大家愣了一下,旋即都恍然过来。 这意思不就是说,没人能激起他的竞争之心,没人能比得过自己,所以只能自己超越自己了。 好大的口气! 吴海涛愣了一下,旋即大笑道,行,那我就看看,你这过障碍的实力,是否也跟其他科目一样,那么牛逼? 我来给你们当裁判,输了不用受罚,赢了,中午夹鸡腿。 是,江凡和武冲两人立正,大声回道。 完后,武冲看向了江凡的眼神中,充满了浓浓的战意。 刚才江凡的那句话,彻底激怒了他。 什么叫做,我只跟自己比?这么不把我放在眼里吗? 这次,我一定要好好打击一下,你那该死的自信心,给你们一分钟时间来活动身体。 一分钟后,开始。 吴海涛话音落下,三班和四班的学员纷纷上前,给两人手臂按摩放松。 老江,加油啊! 可不能输给他。 是啊,不然,你就成了老二了。 你想成老二吗? 江凡翻了翻白眼,他妈傻子才想当老二好吧。 而另外一边,四班的学员也是小声地冲武冲道。 老五啊,能不能摆脱千年老二的这个名头,就看这一次了。 可要拼命啊。 听到千年老二这四个字,武冲心头就生腾起一股怒气。 这次,说什么都不能说。 很快,一分钟过去。 两人在两个班的学员期待目光下,走到高网的前面。 吴海涛看了两人一眼,然后大声喊道,预备开始。 新,第77章,老江,你就是我的偶像。 太牛了。 吴海涛话音落下,江凡,武冲两人便是快速地朝着两米外的高网冲了过去。 后面传来三班,四班学员的加油呐喊声。 声音也吸引了其他在其他障碍物中训练的学员,纷纷好奇地看了过来。 眨眼之间,江凡与武冲便是冲到了高网前面。 只见武冲一把抓住高网粗绳后,双脚也是踩了上去。 交叉不断地往上爬。 而江凡这边呢,当他开始行动之后,后面的呐喊声瞬间就停住了。 所有人都微微张着嘴巴,瞪大眼睛地看着江凡的动作。 正在爬着的武冲听到声音忽然停止了。 不由一震,转头看去。 发现他们都在看着另外一个方向。 他再次微微转头,就发现,一道人影已经爬上去三四米。 他的脚并没有踩网阁,是悬在半空中的。 这不可能。 看到这一幕,武冲彻底傻眼了。 江凡从一开始,就没有想过以武冲和赵东那种方法爬上去。 他的手臂力量是其他人的两三倍。 拉的单杠都能拉一百多的。 完全能够轻松将身体拉上去。 为了节省时间,最快速度地爬上去。 他双手抓着网阁后,便是不断地交叉往上拉。 通过手臂力量,硬生生地将整个身体拉到了高往顶端。 而用脚踩着网阁上去的武冲,这还没往上爬够一米呢? 江凡就爬上了六米顶端,直接将他甩开五米之距。 而众人的震惊还没完。 江凡已经一弯腰,像前面赵东一样。 双手抓住反面的网阁,直接翻过去。 轻轻一晃,放手,身体落下,稳稳地蹲在沙坑里。 然后,他的那个落地姿势,跟前面高墙落地一样,是刚好形成往前冲刺的动作的。 整个过程,江凡没有丝毫地犹豫,一气呵成。 武冲此时还是愣在那里,没有反应过来。 他只是往上爬了一米。 而江凡呢,已经完成了这个障碍。 这差距,根本无法用言语来形容。 我的天,这么高,他就直接跳下来了。 想都不想,看都不看。 这也太牛了吧。 还有他爬上去。 我的天,我就没见过手臂力量这么强的。 硬拉上去啊。 众人说话的时候,江凡已经走了回来,冲吴海涛经理到,报告中队长,完成任务。 啪啪啪,这时,众人才彻底反应过来,拼命地鼓掌。 老江。 你就是我的偶像。 太牛了。 武冲爬了下来,一句话不说,低着头站在一边。 刚才还信誓旦旦地保证能赢江凡。 可刚开始,他就败了。 败得一塌糊涂。 根本没有,哪怕一点点的还手之力。 吴海涛也是跟着鼓掌。 片刻后,这才冲江凡说道,不可否认。 你的身体素质,是真的好。 但你用手臂强拉身体上去,我就想知道,如果真在进行四百米障碍持续性的行动中,你是否还有力气这样做? 到时候,跑到这个高网这里,你已经消耗了将近一半体力。 你确定还能做到这样吗? 新,第78章,我也不想当千年老二。 众人听到吴海涛的话,也都是反应过来了。 一个个障碍单独过,跟障碍连续过,那是完全不同的。 其中消耗的体力,也相差很远。 当你全力跑完百米沙坑后,还要过好几个障碍,才能来到高网这里。 那时候,体力已经消耗了不少了。 退一万步说,你为了节省体力,直接用手将身体强拉上去。 可这样,比手脚并用要消耗更多的体力。 那这样会不会导致后面的障碍没有那么多体力了,降低了速度。 就跟长跑一个道理。 前面你冲得太快,后面怎么还有力气? 听到这,原本十分沮丧,彻底失去跟江凡竞争斗志的武冲,心底再次燃起了希望。 刚才江凡那个强行拉上去的动作,如果他竭尽全力,也能做到。 而跳下来的话,像他这种学过跑酷的人来说,根本不算个事。 江凡在这单个高网障碍物超过自己,不代表整个过程都能一直领先自己。 还有机会,众人都将目光看向了江凡。 江凡只是淡淡自信回道,请中队长放心,既然我敢这么做,就证明我有把握保存好体力。 顺利通过完其他的障碍。 这话,众人自然是不怎么信的。 但人家都这么说了,你还能怎么着? 等会看结果呗。 吴海涛点了点头,也没有在质疑什么。 宣布江凡赢了,中午奖励击腿后,便是让大家继续熟悉障碍了。 很快,小半个小时过去,全中队的人再次集合起来。 百米沙坑,到三十米铁锁链,再到高低杠等,前面四个障碍物都是有两个的,再往后,就是单个而已。 所以,刚开始的时候,是可以两个人一起出发的。 因为几乎不可能两人在越过前面几个障碍物后,还能保持在同一个水平线上。 吴海涛冲个班班长,副班长道,你们每个人去看一个障碍物,当安全员。 是。 十八个班长,副班长,快速跑过去。 然后,吴海涛这才冲八中队的所有人道,好了。 障碍物里面也了解过了,现在开始进行第一次训练。 还是老样子,谁的时间最少,中午夹鸡腿。 每组两个人形成PK制,一班跟二班比,三班跟四班比,以此类推。 按照队列循序,一班二班的排头开始准备。 李浩的个头最大,第一个上场。 老江,怎么办,我有点紧张。 李浩转头,看向倒数第三的江凡。 江凡无语,直接到,就像刚才我们学的那样,正常过就行了。 李浩点了点头,深吸一口气。 随着吴海涛的一声令下,李浩和四班的一名成员快速地冲了出去。 沙坑跑,比在平地上跑要消耗更多的体力。 两人即便是全力冲刺,速度也基本只是达到了平地跑的三分之二罢了。 很快,两个便是跑过了沙坑,到了第一个障碍物。 不过,沙坑跑他们速度不慢,当过障碍物的时候倒是显得小心翼翼起来了。 速度一下子慢了下来,但也全部通过了前面几个障碍物。 时间一点点的过去。 当达到一分钟之后,吴海涛直接喊道,第二组准备。 预备,跑。 于是,第二组成员也开始狂冲出去。 叮。 这时,江凡的脑海中响起了系统的声音。 系统发布任务,这次400米渡海登岛障碍训练,一分半钟内完成。 任务完成,奖励体制加持一。 一分半钟,江凡眉头微微一皱,这难度可不小。 前世,他拼尽全力,也不过跑出了一分38秒的成绩。 虽然这一世身体素质比前世要强,而且也有手臂力量加持,但想要跨越这8秒的差距,可不是那么轻松的。 但想到那一成的体质加成,江凡也是按下决心拼了。 大不了,过障碍物的时候冒点险,加快速度就是了。 江凡,我一定不会再输给你。 一边的武冲咬着牙冲江凡说道,江凡听到这声音实在是不知道说啥了。 我说武冲啊,要不咱还是算了吧。 江凡无奈道,你说,我要是让着你吧,我也怕成为老二这个名字,实在不好听,我也不想。 要是不让着你吧,我生怕你哪天经受不住打击,想不开怎么办。 不如,你跟其他人换个位置,就不要再把我当成目标了呗。 江凡这话一出,旁边的人文言都忍不住笑了起来。 林涛也是笑着说道,武冲,实在不行,你也别逞强了。 老江什么实力,你还不知道吗?咱就不要自讨没趣了吧。 本来武冲就对千年老二这个名字极为痛恨。 现在被江凡提及不说,其他人也都认为他远不如江凡,这让他更加难受。 不可能。 武冲不甘心得道,我一定要赢这家伙一次,我是不会放弃的。 江凡贪贪手,那就随你吧,反正被打击到,可不要怪我就行。 如果没有系统任务,江凡还真想放点水,让这家伙赢一次。 省得他每次都来找自己比,他不烦,自己都烦了。 但现在,显然是放不了水了。 很快,又跑了一组。 因为按照队列训练,武冲并没有跟江凡一组,而是跟林涛一组。 江凡,我一定会跑进两分钟内的。 武冲跟江凡说了一声后,目光便是坚定地看向了前方。 武海涛对武冲也是比较喜爱的,他个人喜欢竞争意识比较强的。 而且,武冲的实力也不差,每一个科目,都是能排进三区对前几的。 综合来看,也不过是比江凡弱一些罢了。 但可能是因为有江凡在,导致他的光环被削弱了。 世人就是这样,只会记住那第一的人,第二的,只有那少部分人会关注而已。 随着武海涛的一声令下,武冲和林涛便是快速冲了出去。 不得不说,武冲的爆发力还是非常强的。 他跟林涛一起出发,林涛刚跑到八十米,武冲就已经跑完了百米, 到达了第一个障碍物。 武冲这小子,速度可以啊。 武海涛眼睛一亮,以他这个速度,两分钟跑完,应该有机会。 说着,武海涛看向了即将上场的江凡,怎么样? 你有把握跑赢武冲吗? 第79章,这变态,江凡一笑。 中队长,你什么时候见我输过? 武海涛一致,玄机苦笑道。 你小子,永远都这么充满自信。 行,我就看看。 你能否打破新兵记录? 我跟你说,咱们学校,最好的新兵成绩,也就是新训三个月。 网界中,最好的成绩是一分四十四秒。 这已经非常优秀的成绩了。 就是你们那些班长,都基本都是这个成绩而已。 江凡道,我应该没问题。 好,那我可就当真了。 看看,你是否真的能做到。 武海涛大笑一声,然后看着两人,大声问道, 准备好没有?准备好了。 江凡和四班的一个学员大声应道。 预备,开始。 声音落下,江凡和四班的那学员便是冲了出去。 刚跑出去十米,四班那学员便是被江凡抄了几米。 是个变态。 四班学员大骂一声,也奋力去追。 可是,他越追越发现,江凡离他越远。 当他离百米沙坑终点还有三十米的时候,江凡已经跑完了。 这家伙,看到江凡的速度,武海涛不由再次苦笑摇头。 长所桥,高低杠,矮墙翻越,两米深坑,前面这些障碍,对江凡来说,根本不算是个事。 他几乎都是全速冲过去的。 在那些障碍物旁边负责安全的班长副班长们,看到江凡的速度都被惊讶到了。 江凡,慢点。 你这么快,后面会没力气的。 在经过班长苏和负责的障碍物时,苏和的声音在江凡耳边响起。 江凡一边喘着气,一边喊道,不可以。 我必须要这么快,否则来不及了。 说完,江凡已经全书冲向了下一个障碍物。 整式高往。 过了高往,就要转过去,到第二个百米障碍了。 而到了这里,大多数学员体力已经消耗过半了。 就是连江凡也是一样。 为了争分夺秒,一路过来,他都是全力以赴的。 没有保留一点的力量。 就跟百米冲刺一样。 其他人可能还会克制一点,但他一点也没有。 而高往这里,是赵东在看着。 看到江凡跑过来,赵东也是有些激动的道。 江凡,加油。 他话音落下,江凡已经扑到了高往前。 还是跟前面跟武冲比的那样。 他双手一把抓住网格,脚也懒得踩。 直接用手强行快速地将身体拉上去。 这把赵东和其他附近的班长班赴给看呆了。 这家伙跑了一半的路程了,居然还有这个力气。 仅靠双手强行拉上去。 太变态了吧。 这家伙没有说谎啊。 他还真的能做到。 赵东微微瞪大眼睛,喃喃自语。 两百米外的吴海涛也一直关注着江凡。 当看到江凡真的没有用脚就爬上去后, 也是忍不住砸了砸嘴。 这变态。 忍不住骂了一句。 而在众人惊讶的时候,江凡已经爬了上去。 一个翻身,直接跳下。 依然没有犹豫。 牛! 所有看到这一幕的班长副班长们, 都忍不住冲江凡竖起了大拇指。 心! 第八十章! 我草! 老江! 你追上我了! 江凡转过身到悬浮连环杠这边。 就是双手抓上去,晃动身体,往前抓前一个杠。 一共十个悬杠,一旦抓不稳,掉下去, 就得重新回到这个障碍物的起点,重新开始。 江凡在离这个障碍物还有三米的时候, 猛然往前一冲。 然后伸手去抓那悬浮杠。 不过,他抓的不是第一个, 而是隔着一米外的第三个悬杠, 并且将其稳稳抓住。 因为是直接冲过去跳, 身体会有惯性往前冲。 江凡这个时候不急, 因为这个惯性比较大, 他根本没法平衡身体, 往前抓前一个悬杠。 可即便这样, 负责这个障碍物的四班班长, 也是傻眼了。 可么这也行, 这小子还真的敢这么做啊? 居然直接抓第三条杠。 四班班长直接惊呼起来, 对于这种操作并没有说不行。 只要你是从沙坑上面穿过, 不要碰到沙坑就行。 可即便这样, 他在军校读了四年书, 也从来没有见过有人能做到这样的。 太变态了, 可还不等他震惊过来。 下一幕, 江凡的动作差点没将他的眼珠给瞪出来。 江凡的身体在惯性往前甩之后, 身体也快速往后摆动。 等他的身体再次往前摆动到一定幅度的时候, 他猛然一挺腰, 加大往前冲击力。 然后放手。 下一刻, 他的身体往前快速甩动。 直接越过中间一条旋杠, 然后双手往前一抓。 直接抓住了第六条旋杠。 也就是说, 他第二次也将身体甩出了两条旋杠, 抓住第三条杠。 并且还将其稳稳抓住了。 之后, 再利用前一次的动作继续往前甩。 再甩一次后, 他离这个障碍物的终点也只有几十公分。 他直接放手, 身体后倾地落在了终点处。 然后, 快速往下一个障碍物跑去。 此时, 不仅仅是四班班长看到江凡的动作。 后面的其他学员以及班长们也看到了, 一个个都被惊呆了。 特末玄杠还可以这么过的? 两个甩杠就直接渡过了五米障碍物。 开什么玩笑? 可以说, 这个障碍物是除了沙坑跑高往之外, 最好时间的一个。 没有个八以上秒, 你根本过不去。 而江凡呢, 这两个一甩, 三四秒就过去了。 生生节省了一半的时间。 四班班长都忍不住狂砸嘴。 刚才, 他们班的五冲也过了这个障碍物, 但也是两个杠伸手晃动过的。 哪里会像江凡这样, 像个猴子一样, 直接跳着过去。 这家伙不会是猴子重生的吧? 过了这个悬浮杠, 后面的障碍物就没有多少难度了。 考验的, 就是最后的意志力和体力上的抵拼。 过了悬浮杠之后, 下一个障碍物, 江凡刚过去, 一道震惊的声音就传了过来。 卧槽! 老江! 你追上我了! 林涛看到是江凡, 整个人瞬间就猛逼了。 他们每一组, 都是相隔半分钟的。 现在, 江凡追上他, 那岂不是说, 江凡已经硬生生地超过他半分钟的时间了? 加油! 江凡大口地喘着气, 冲他喊了一声后, 便是一跃过障碍物, 直接超过了他。 林涛差点就被打击地, 想要放弃了。 我家你妹的油啊! 林涛心头悲呼, 老江你大爷, 求求你当个人吧! 连续诱过了几个障碍物之后, 江凡来到了高墙上。 还是跟之前的一样, 拉上去毫不犹豫, 都直接跳下去。 然后, 冲进沙坑。 而在他前面十几米外, 就是武冲。 江凡就以武冲为目标, 大吼一声, 疯狂地追了上去。 武冲听到怒吼声, 一边跑, 也一边下意识往后看去。 然后就看到, 江凡正逼着他追来。 想要追上我? 妹妹! 武冲也是怒吼一声, 拼出吃奶的劲, 往前冲。 这次我一定要赢你。 这一刻, 武冲好像忘了。 他不是跟江凡一组的, 而是比江凡早一组。 以为比江凡早冲到终点, 就能赢江凡了。 殊不知, 现在的他, 即便江凡慢悠悠地跑到终点, 那也是赢了他了。 加油! 加油! 后面已经到了终点的三班和四班的学员, 大声地冲他们两人大喊。 他们并不知道江凡和武冲不是一组的。 还以为两人是竞争, 分到一组了。 武冲! 快点! 再快点! 江凡要追上来了! 能不能摆脱千年老二这个名头? 就看这一次了。 四班学员大声冲了上去, 在旁边跟着武冲一起跑, 一边给他加油鼓劲。 本章完, 第八十一章, 到底是谁赢了? 三班的学员也跑了上去。 李浩也在江凡耳边大吼, 老江, 快点啊, 你要输给武冲了? 你想当老二吗? 江凡心头很无语, 就算我走过去, 老二也是他, 不是我好吧。 终点处, 吴海涛和指导员肖震龙也是一脸激动。 当然不是激动武冲, 而是江凡。 他们都清楚, 江凡比武冲晚跑半分钟。 现在, 武冲应该能跑进两分钟内, 而江凡如果不落下, 就能进入一分半俱乐部了。 直接打破了学校建校以来的新生记录了啊。 不过, 在他们听到三班和四班学员说江凡要输给武冲之后, 也不由得有些好笑。 终于, 武冲快江凡一脚踏到了终点线, 吴海涛直接给他卡下了时间, 而江凡也是随之到达了。 两人几乎都用尽了全身力气, 一到终点, 差点没有直接晕过去。 好在三班和四班的学员快速将他们扶住。 赢了, 我终于赢了。 武冲狠狠咽了一下口水后, 声音沙哑地喊了起来。 四班的学员也跟着欢呼, 他们是四班的, 看到自己班的人赢了其他班的。 而且还是江凡这个变态, 他们当然很高兴。 而三班的李浩等人则是一脸的失落。 但李浩还是安慰江凡道, 老江, 你也不要失望, 输一次而已, 以你的实力, 后面肯定能赢回来的。 江凡白了他一眼, 输你妹啊输, 老子什么时候输过? 这时, 吴海涛的声音响起, 武冲, 一分五十八秒。 你是我们中队跑进两分钟内的一个, 很好, 谢谢中队长夸赞, 我会继续努力的。 武冲笑着说道, 他当然知道另外一人是江凡, 毕竟他前脚刚到, 江凡就追上了。 江凡, 这次我终于赢你了。 武冲冲江凡得意的道, 江凡实在很无语, 这家伙想赢我想疯了吧。 你还是听中队长报了我的成绩, 再说这句话吧。 江凡轻叹道, 他实在不太忍心, 等会武冲听到自己的成绩后, 是什么样的绝望表情。 切! 四班的一名学员说道, 你成绩再怎么样, 也没有我们班武冲好行吗? 你是在他后面道的。 吴海涛这边, 有些迟疑地看着武冲, 看到目前这两班学员的状态, 他都有些不敢公布江凡的成绩了, 生怕对处于喜悦中的武冲造成打击, 就在他犹豫要不要公布的时候。 这时, 林涛这家伙居然也跑到了。 老江, 你这变态。 林涛一只手放在江凡的肩膀上, 一边上气不接下气地指着江凡。 你, 你比我晚跑半分钟, 居然还超了我半分钟。 你, 能不能给我点面子啊? 江凡有些好笑地拍着他的后背, 给他缓气。 这时, 一边的指导员报了林涛的成绩。 林涛, 两分三十三秒。 两分半? 众人闻言, 不由一正。 李浩率先反应过来, 不解地问道, 林涛, 你刚才说老江比你晚跑半分钟, 还比你早到半分钟。 那不是说老江比你快一分钟? 林涛叫道, 是啊。 怎么? 难道我记错了? 林涛缓过气来后, 也是看向吴海涛, 然后指了指还在一边处于喜悦中正在休息的武冲。 武冲显然没有看到林涛回来, 到现在还没反应过来。 被林涛指着, 武冲也是一脸猛逼。 我刚才是跟武冲一组的, 比老江早一组出发。 不信你问武冲, 是不是? 听到这话, 武冲整个人瞬间感觉五雷轰顶。 我, 我跟林涛, 是一组的, 比, 比江凡早, 早一组出发。 武冲使劲地回想, 好像, 他们真的是这么一回事。 旁边的四班的学员们, 也是看向了武冲。 武冲, 他说的是真的, 你比江凡早跑一组。 如果真的是这样, 那岂不是说武冲不仅没有赢江凡, 反而被江凡抄了半分钟。 我, 武冲整个人也是傻的。 这时, 吴海涛轻叹一声, 说道, 武冲的确比江凡早跑一组。 而江凡的成绩是, 一分二十九秒。 得到中队长这边的肯定, 所有人瞬间都猛逼了。 第一, 是他们原本以为是江凡输给了武冲, 没想到反转得这么快。 第二, 是江凡的成绩, 居然跑进了一分二十九秒。 他妈, 这是人能跑出来的成绩吗? 此时的四班学员的表情显得极为精彩。 三班这边也一样。 显然, 他们都还没从刚才江凡输了的状态缓过来。 新, 第八十二章, 前年老二, 还是你的。 片刻后, 三班的学员这边, 一个个都是兴奋地欢呼起来。 只有林涛一个人处于猛逼状态。 这是咋回事? 四班学员这边, 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最后, 将目光落在了一边的武冲身上。 武冲现在整个人都感觉像是被人轮草了一样。 他难过的不是再次输给江凡。 而是这么一个大乌龙。 大家都认为他赢了, 他也冲江凡挑衅完了。 在大家都认为是他赢了之后, 反转来了。 特么自己居然不是跟江凡一个组的。 人家比自己快了将近半分钟。 自己还在那里洋洋得意, 冲江凡挑衅。 现在回想一下, 感觉自己就像是一个小丑一样。 特么太丢人了。 自己还是那个千年老二。 摆脱不了了。 真是操弹的人生。 想到这, 武冲竟也是忍不住蹲在抱头抽气起来。 真是没脸见人了。 看到这一幕, 四班的学员赶紧上前安慰。 三班的学员也识去的没有在欢呼。 都是战友。 落井下石的事, 他们自然也不会做。 吴海涛微微一叹, 也上去拍了拍武冲的肩膀, 表示安慰。 他能理解武冲的心情, 实在是被老二这个名头打压太久了。 换做是他自己, 也会觉得很委屈。 想到这, 他都忍不住瞪了江凡一眼。 江凡看到吴海涛的眼神, 顿时也感觉委屈起来。 他妈这也能怪我啊。 是他要跟我比的。 我从来没有主动招惹过他好吧。 叮。 这时, 江凡的脑海中, 响起了系统的声音。 恭喜宿主完成400米障碍训练任务, 奖励体质属性++1。 听到系统的声音, 江凡心头顿时一喜。 他快速地打开属性面板, 姓名,江凡,职务, 陆军指挥学校大义新生, 身体属性, 力量20, 速度20, 神经反应20, 智力100, 技能, 危险预警技能, 阴眼技能, 现人掌技能, 初级游泳技能, 军功值积分8766。 咦? 不知不觉, 居然身体素质也达到了20了。 而且, 军功值点数也涨了这么多。 江凡心里惊喜。 他记得, 之前身体素质还有两三点才到20的。 军功值前面兑换后, 也是剩下不是很多。 系统, 宿主这段时间, 每天都在高标准要求自己, 不断地强化训练, 身体素质自然也会随之提升的。 加上系统的额外奖励, 自然也涨得比较快。 军功值积分这边, 宿主这段时间的训练成绩出众, 更是教会了其他战友游泳之类的, 自然也在快速上涨。 江凡暗自点头。 如果是这样的话, 后面的训练, 还是不能松懈啊。 得尽快让积分突破1万, 打开终极商城看看才行。 随着时间推移, 全中队这边也全部跑了一遍障碍。 毫无意外, 江凡第一。 但让人意外的是, 武冲并不是第二, 还有一名其他班的学员, 跑进两分钟内比武冲快两秒。 当武冲听到自己是第三名的时候, 他甚至还有些高兴。 即便不是第一, 那也不能再是老二。 当老三都比当老二要强啊。 太特么难听了。 吴海涛看着下面的众人道, 今天大家表现不错, 我们中队有三个人跑进了两分钟内。 特别是江凡, 直接跑进了一分半。 再次打破我们全校新生记录。 他这个成绩, 甚至都能排进全校前三十的。 说完, 现场便是响起了阵阵掌声。 吴海涛摆摆手, 示意大家停下来, 继续说道, 按照之前说的, 谁跑第一, 晚上加餐一个鸡腿。 而江凡同志, 之前也已经获得一个鸡腿奖励, 具体是啥原因? 吴海涛说着, 看了一眼下面的武冲后, 继续道, 这里就不必多说了。 大家一定要以江凡同志为榜样, 努力训练, 争取在新训考核中, 拿到好成绩。 好了, 大家原地休息十分钟, 然后, 各班待开, 继续训练这个科目。 是, 江凡跑出这样的成绩, 后面自然也再次被拉出来, 让他现场教学。 江凡也吝啬, 不仅是他自己训练的成绩被认可, 会有积分可拿。 他教人也能拿到积分, 这就是为什么他的积分这段时间长得这么快的原因。 很快, 一个下午过去, 下午五点半, 在大家认为一天训练终于结束, 可以好好休息一下的时候。 吴海涛的一句话, 让得所有人都瞬间泪流满面。 傍晚海风这么凉爽, 听说海上落日也很美。 这样, 咱们就抓紧时间, 一边来个五公里沙滩跑, 一边好好欣赏一下落日, 吹着海风。 吴海涛这话一出, 不少学员差点忍不住对他狂喷, 咱们练了一个下午的四百米障碍, 体力早就消耗得七七八八了。 谁咱们还有心情去吹海风, 欣赏落日美景啊。 再说了, 太阳是快下了, 但热量没散啊。 再去跑个五公里, 就是海风再大, 我们也被吹得没感觉啊。 可吴海涛根本不管他们的哀嚎, 对于他们这些陆军步兵来说, 体能, 就是根本的。 除非是特殊情况, 否则, 就是每天必练的科目。 哪怕是你在嘞, 每天早上或者下午, 一个五公里, 不过, 因为下午的四百米障碍, 本来就已经算是体能训练了。 没想到, 这刚练完, 还有一个五公里在等着他们。 干什么干什么? 吴海涛看到众人的表情, 不由板着脸喝道, 不就是一个五公里吗? 能要你们的命? 怕跑步, 来当什么路军? 这话一出, 众人顿时不敢再说话。 一边的指导员肖震龙走过来冲吴海涛道, 老吴啊, 我看今天这五公里, 要不就算了吧? 这帮小子, 今天训练也够累了, 指导员的话, 差点就没有激动地上去拥抱了。 还是指导员知道, 心疼我们啊。 众人期待地看着吴海涛。 吴海涛闻言, 沉吟了一下, 终于点头道, 行吧, 既然指导员给你们求情了, 那今天的五公里, 就不跑了。 新, 第83章, 这群蠢货, 被阴了还不知道。 耶, 巴中对众人闻言, 顿时一个个都激动地欢呼起来。 不过, 吴海涛的声音再次响起, 众人瞬间安静下来, 五公里可以不跑, 但基础体能还是要练的。 就做一百个俯卧称强化强化吧。 众人以为要练其他什么科目呢, 但听到是俯卧称, 一个个都松了一口气。 进入军校以来, 俯卧称可不少做, 一百个而已, 对他们来说根本不算什么。 比起沙汤五公里, 不知道要轻松多少倍。 就让指导员来带队练吧, 我要去区步开会。 吴海涛说完, 瞪了巴中对众人一眼, 便是禁止离开了。 看到吴海涛离开了, 巴中对众人都露出了轻松的神色。 在训练上, 他们极为害怕中队长, 但对指导员可是十分喜爱的。 因为指导员好说话, 哎, 这帮蠢货。 队伍中, 江凡看到他们的神情, 心里忍不住骂了一句。 刚才, 吴海涛转身离开的时候, 江凡用阴眼可是看得十分清楚, 他跟指导员使了一个眼色。 指导员也冲他眨拔了一下眼睛。 很显然, 事先就商量好的。 意思很明显, 这一百个俯卧撑, 可不像之前他们做的那样那么简单。 肯定还有其他的训练家在里面。 可以肯定的是, 这一百个俯卧撑坐下来, 绝不会比跑个五公里轻松就是了。 肖震龙笑呵呵地冲巴中队众人道, 咱们抓紧时间啊, 做完这一百个俯卧撑, 咱就开饭, 好不好? 好。 巴中队众学员笑着大声应道, 很好。 肖震龙笑着大声道, 听我命令, 每两个班乘两行, 前后间隔两米, 左右间隔半米, 依此散开。 随着肖震龙的声音落下, 一班二班, 三班四班, 以此类推, 一班一行排开。 九班则是打散, 加入队伍中, 就在众人准备趴下, 开始做俯卧撑时。 肖震龙却是叫道, 你们干嘛? 指导员, 不是要开始做俯卧撑了吗? 我们趴下啊。 肖震龙道, 我什么时候说, 要在原地做了? 众人满脸不解, 不在原地做。 那在哪里做? 肖震龙指了指前滩, 众人看到肖震龙指着后面的前滩, 一下子就愣住了。 指导员, 您是说, 要我们到前滩海浪里做? 不是吧? 指导员, 不要啊。 现在正式涨潮的时候, 这个浪打过来, 海水肯定要不少喝了。 肖震龙摊摊手, 既然你们不愿意, 那我就不管了, 等中队长回来, 继续让你们跑五公里吧。 别啊, 跑五公里更要灭, 前滩就前滩吧, 反正也是一百个而已, 只要反应速度够快, 海水就进不了我们的嘴巴。 众人纷纷喊道, 肖震龙呵呵笑道, 这就对了吧, 多跟海水接触一下, 对你们后面的游泳考核, 也是有帮助的吗? 全体都走, 骑不走, 目标, 前滩。 众人站在前滩上, 海浪不适地冲上来, 摸过他们的脚跟。 就这里吧, 这里海浪不是很大, 你们不容易喝到水。 肖震龙说道, 指导员威武? 众人纷纷高兴地喊道, 唉, 蠢货。 江凡又是忍不住骂了一句, 现在是涨潮时间, 即便现在海浪打不上来那么高, 打随着时间推移, 海浪会越来越高。 指导员不让你们下去更里面, 是怕你们等会直接被海水给淹没了, 居然还在感激指导员。 肖震龙大笑道, 既然大家同意, 那就准备开始吧。 各班班长, 副班长负责监督本班的学员。 肖震龙便是让人拿来大喇叭, 八中队的众人纷纷趴下, 就要开始动。 你们干啥? 我都没喊开始呢。 肖震龙喊道, 指导员, 我们自己做得了, 一百个而已, 保证飙飙准准地全部做完。 李浩大声地冲肖震龙喊道, 是啊,指导员, 再不快点, 等会海水就涨上来了。 林涛跟着喊道, 肖震龙却是不紧不慢地说道, 急啥, 离海水涨高, 还有一些时间呢。 以你们的身体素质, 肯定能在海水涨起来之前完成的。 现在, 我再问你们一次, 确定愿意做俯卧撑, 不愿意跑五公里。 我给你们再选一次的机会, 想要跑五公里的, 可以站起来。 但是, 一旦选择了, 可就不能变了。 谁那么傻, 去跑五公里啊? 众人纷纷喊道, 是啊, 傻子才去呢。 肖震龙看着众人的反应, 很是满意。 就在肖震龙很满意地点头, 准备喊开始时, 一道声音响起, 报告, 我想跑五公里。 刷! 众人纷纷转头看去, 就发现江凡站了起来。 老江, 你干啥? 你不累吗? 居然去跑五公里? 你傻了? 李浩赶紧拉江凡的裤子, 让他趴下来。 林涛也是劝说道, 是啊, 老江, 我知道你体能好, 但下午也练了这么久了, 该休息一下了。 各班班长, 肖震龙也都有些惊讶地看着江凡。 这小子, 不会看出来什么猫腻了吧。 江凡却是不理会李浩和林涛的劝说, 没事, 你们又不是不知道, 我这个人就喜欢跑步, 你们坐俯卧撑就行。 说完, 冲肖震龙道, 指导员, 那我去跑了。 肖震龙深深地看了江凡一眼, 他原本以为没人会去跑步, 但没想到江凡真会站起来。 行, 你去吧。 肖震龙道, 你小子自律性强, 我就不让人跟着你了。 来回一公里, 你跑五个来回就行。 是, 谢谢指导员。 江凡应了一声, 便是冲李浩等人道, 祝你们好运, 祝我们好运。 众人都是一正, 不太明白江凡的意思, 不就是一百个俯卧撑吗? 我们还能有什么厄运不成? 报告, 我也要去跑五公里。 又是一道身影站起来, 不是武冲又是谁, 他自然是看不出来肖震龙和班长们 故意整着一出来折磨他们的。 只是单纯的想要提升自己的身体素质。 直到现在, 他都没有放弃赢江凡一次的目标。 即便最后没赢, 他也不想让江凡拉开自己太多。 众人也都知道, 武冲一直在跟江凡斗, 自然也不会想什么。 肖震龙点了点头, 也同意了。 在两人都跑出去后, 肖震龙这才冲所有人道, 既然没人站起来, 那我就默认大家做俯卧撑了。 很好, 那我们现在开始。 听我的命令, 一领一动, 我喊单数, 就双手弯曲, 身体压下去。 喊双数, 才能撑起来。 当喊到两百的时候, 一百个就做完了, 都听明白了吗? 啥? 众人听到这话, 瞬间就猛逼了。 一领一动, 指导员, 你是认真的吗? 新, 第八十四章, 指导员, 你坑爹啊。 肖震龙大声道, 一百个而已, 一领一动也很快的。 来, 咱们开始了呀。 一, 肖震龙也不管他们, 直接喊道。 一喊下去后, 八中队众学员, 纷纷开始弯曲手臂, 手臂压下去。 正如肖震龙所说的, 即便是一领一动, 只要正常地来, 也不会坐太久。 总好过沙滩五公里跑, 可他们还是低谷了肖震龙的阴险。 本以为, 喊了一吼, 会很快就喊二。 可是, 等了一会后, 肖震龙根本没有开口。 众人就那样压下身子, 死死撑着。 指导员, 二呢? 赶紧喊啊。 快撑不住了。 指导员, 二被您吃了吗? 快喊啊。 众人纷纷红着脸, 冲肖震龙问道。 肖震龙一拍脑袋, 赶紧说道, 哎呀, 你们看看, 我这脑袋, 忘了跟你们解释清楚了。 这个一呢, 就是在掌潮的时候喊, 等他们完全退下去后, 再喊二。 也就是一掌一退, 就是一个数。 以我站立的位置为主, 八中队的人闻言, 瞬间就傻眼了。 他们这样也行啊。 指导员, 你耍诈。 李浩带着哭腔喊道, 您刚才让我们选择的时候, 为啥不说清楚啊? 说清楚, 我们肯定去跑五公里啊。 您站的位置, 虽然不远, 但后面还会还长得更高高远, 平均下来, 没有个十几二十秒, 根本不可能完成一个来回。 这样算的话, 没有一个小时以上, 这一百个俯卧撑, 我们都做不完啊。 李浩说出了大家的心里话, 并且, 这还不是时间上的问题, 而是在这个过程中, 他们会很累啊。 身体压下去十几二十秒, 前面十几二十个倒是还能坚持, 可后面几十个呢? 你压下去, 海水一涨上来, 还要被海水冲刷, 甚至海水直接灌你的嘴巴里。 那过程, 比身体累更难熬好吧。 指导员, 您太阴险了, 我们恨你。 众人都是一脸忧怨地看着肖震龙, 而各班班长和副班长则是双手抱胸, 笑脸盈盈地看着他们的哀嚎。 肖震龙却是不以为意地道, 恨我的事先放一边一百个俯卧撑, 还是要完成地。 对了, 还有一个规矩, 忘了跟你们说了, 如果有人压下去撑不住身体, 爬下去了, 那就再加五个。 哼, 这话一出, 众人的哀嚎声更大了。 前期身体不趴下去还能坚持, 可是以肖震龙的这种方式, 最多三十个, 他们就要撑不住。 这样累积叠加的话, 别说一个小时了, 就是坐到睡觉, 也坐不完啊。 坑爹啊! 众人现在毁的场子都轻了, 早知道就不贪这个便宜, 去跑五公里算了。 跑五公里也是累半个小时, 可这个, 没有几个小时的折磨, 根本结束不了啊。 期间, 还要被海水冲刷, 还要喝海水。 你没? 好了, 赶紧开始了呀。 肖震龙吆喝道, 再不快点, 就赶不上吃晚饭了。 做不完, 可不准吃晚饭啊。 吃你妹啊! 众人差点忍不住就狂喷了。 就你这样子, 我们可能在饭前完成吗? 能在睡觉前完成, 就谢天谢地了。 指导员, 我们还能选择去跑五公里吗? 我想跑五公里。 李浩哭着喊道, 肖震龙呵呵一笑, 可以选择去长跑啊。 不过, 不是五公里, 而是二十公里。 谁想去的, 可以随时起来。 众人, 二十公里, 还不如干脆死在这海里。 紧接着, 肖震龙开始喊恕, 按照之前他说的那种规矩, 顿时间, 现场哀声震天。 而另外一边, 江凡和武冲, 则是在沙滩上奔袭着。 武冲一直紧追江凡的步伐, 他清楚自己身体素质比不上江凡, 只能说, 先跟上江凡的速度, 尽可能地提升自己, 再找机会来突破, 超越江凡。 等他们跑了一个来回, 看到八中队众人那做俯卧撑的方式后, 都忍不住直扎嘴。 即便江凡早有预料, 但都没想到, 指导员的练兵方式这么变态。 武冲也是有些傻眼了, 他开始有些庆幸出来跑五公里了, 特么跟着他们一起练的话, 估计晚饭都不用吃, 喝海水都喝饱了。 武冲转头看向江凡, 一边跑一边好奇地问道, 江凡, 你是不是早就知道了? 所以才会选择跑五公里。 江凡苦笑, 是猜到了一点, 但终究还是低谷了指导员和中队长的变态, 并不是说江凡害怕被他们整, 而是, 以他目前的手臂力量和身体素质, 这样做俯卧撑, 对他的身体素质提升, 根本没有实质性的帮助。 不过是在浪费时间而已, 还不如跑个五公里来得实在。 下滑线下滑线下滑线, 发烧了, 今天就一更了。 抱歉, 后面尽快补回, 本章完, 第八十五章, 救救我们吧。 随着时间的推移, 海水涨潮也越来越高, 一开始只是没过他们的手腕, 现在, 已经快到他们的肘部了, 而这时, 他们也才做了不到五十个。 当他们弯下去的时候, 海水已经冲到他们的胸膛了, 如果不是他们把头仰起来, 就得被海水淹没脑袋了。 好在现在是夏天, 落日也才没入海岸小半天脸, 天色呈现出血红色, 还算是比较明亮。 指导员萧震龙一边喊着数字, 一边也关注着沙滩上的江凡和武冲。 你们两个, 五公里跑完了吧? 萧震龙冲两人问道, 报告! 跑完了。 江凡喘着气喊道, 不过, 指导员, 我申请继续跑, 可以吗? 本来也累得不行的武冲, 听到江凡这么说, 也是咬牙冲萧震龙喊道, 我也申请继续跑, 请指导员成全。 萧震龙文言, 当场就乐了。 冲八中队的众人说道, 你们看看, 这就是觉悟。 人家江凡和武冲都跑完五公里, 完成任务了, 还想着嘉练, 继续提升自己。 而你们呢? 这才做了四十多个俯卧生, 就要死要活的。 八中队的学员们顿时哀嚎道, 指导员, 这能比吗? 我们在这里, 要被海水冲刷, 要喝海水啊。 江凡他们两个, 最多是体力消耗多点。 而我们呢, 精神和肉体, 都要受到折磨啊。 指导员, 让我们起来, 去跑个五公里算了, 我们不想, 做俯卧撑了。 是啊, 指导员, 这海水都涨起来了, 再做下去, 等会我们被冲走都不知道。 萧震龙冷哼道, 刚才给过你们机会, 你们不要。 现在又想起来, 不好意思, 没这个机会了。 你们也放心, 在海水彻底淹没你们之前, 肯定会让你们上岸的。 说着, 萧震龙也冲江凡和武冲两人喊了一声, 同意他们继续跑。 然后, 便是让八中队众学员继续做俯卧撑, 身体压下去。 你这样子, 算是俯卧撑吗? 我没教过你们, 怎么做俯卧撑吗? 赶紧的, 想要早点结束, 就认真的。 手腕区! 各班班长和副班长这时候也极为严格, 冲着自己班的学员不断地吆喝。 八中队学员们真的是有苦说不出, 弯下去脑袋要被海水浸泡, 要憋气, 憋不住就喝海水, 不弯下去就得继续加练, 鬼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完成这一百个呀。 又是小半个小时过去, 海水长得越来越高, 而他们还剩下二十多个没做完, 继续压身体, 下去的话, 即便抬头, 海水也能淹没他们的脑袋, 而他们不知道, 指导员和班长们要的就是这种效果。 一来, 让他们以后不敢再偷懒, 不想去跑五公里, 二来, 俯卧称的确也能锻炼他们的体能素质, 三来, 更是可以借这个机会来训练他们在海中的憋气时间增强肺活量。 哟, 还在坐着啊? 这时, 一道声音响起, 只见到中队长吴海涛走了过来, 咧嘴笑着看着八中队众人。 中队长, 快救救我们吧! 就是不累死淹死, 也被被海水呛死撑死了。 中队长, 我们错了, 我们不应该侥幸偷懒, 我们想跑五公里, 求求你让我们去跑五公里吧。 学员们看到吴海涛过来, 纷纷冲他求救。 吴海涛却是坍坍手, 这是你们自己选的, 可不能怪我呀。 你们想做俯卧称, 我就让指导员带你们做了。 现在不想做了, 那也得指导员同意才行吗? 学员们现在是连哭都不知道怎么哭了。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 他们怎么会看不出来, 这其实就是一个圈套。 中队长和指导员, 甚至是跟班长们联合起来给他们下的套。 可这又能怪谁? 只能怪他们了。 如果像姜凡那样, 积极主动地训练, 怎么会沦落到在这里喝海水的地步? 按照时间推算, 如果他们去跑五公里的话, 现在估计都已经吃完晚饭了。 想到这, 他们都不由自主地看向了沙滩上奔跑的姜凡。 这时候, 他们不知道有多羡慕姜凡。 之前他们还骂姜凡傻, 去跑五公里。 现在看来, 他们才是最傻的一群人。 下个月开始万字更新补回来。 新, 第86章, 老江你不够兄弟。 又过了十分钟, 还剩下十几个。 现在, 他们稍微弯一下手臂, 脑袋就被海水淹进去了。 有不少的学员, 在这个过程中, 已经不知道因为手臂的酸麻 或者体力不够爬下去, 最后还要加数。 而且, 这时候, 海浪冲击也大。 他们撑在那里, 甚至有时都会被海浪生生给冲爬下去。 即便是这样, 萧震龙和吴海涛也丝毫没有让他们停下来的意思。 依然是保持节奏, 让他们继续做, 不断地打磨他们的意志力。 终于, 在海水即将要到达他们肩膀的时候, 一百个做完。 而这时, 天色已经彻底暗了下来。 好在这个训练场有很多高瓦照明灯, 让得整个训练场都十分同量。 萧震龙大声喊道, 恭喜你们! 一百个俯卧撑完成! 过程中, 没有趴下去加罚的, 可以起来了。 加罚的, 就继续给我这样撑着。 萧震龙话音落下, 三分之二的学员纷纷欢呼地爬起来, 终于解脱了。 我的天啊, 快要喝海水喝吐了我。 呜呜, 以后我再也不选做俯卧撑了, 宁愿去跑五公里, 甚至是十公里。 而剩下的那被加罚的三分之一的学员, 也是羡慕地看着站起来的学员心内崩溃地哀嚎着。 待他们上岸后, 这才发现江凡和武冲这两货正趴在海滩上, 相互按摩小腿放松呢。 老江, 你不够兄弟! 李浩和林涛怒气冲冲地跑到江凡面前。 你老实跟我们说, 你是不是早就知道指导员和中队长的阴谋了? 所以才会选择跑五公里的。 江凡摊摊手, 这是哪里话, 我又不是神仙, 哪里会知道。 再说了, 你们又不是不知道我的性子。 在训练上, 我向来是严格要求自己的, 只想着把身体素质练得更加强大。 所以我选择跑五公里也很正常嘛。 众人闻言, 想想也还真是这样。 可这时, 一道冷笑声传来, 正在给享受着江凡踩着小腿放松肌肉的武冲, 直接说道, 得了吧。 我刚才问你, 可不是这么说的。 你说你已经猜到了指导员和中队长的用意, 所以才去跑五公里的。 我说你们几个, 可不要被他骗了, 我说的都是真的。 要是骗你们, 我就没有小可爱。 啊, 武冲声音刚落下, 便是感觉小腿传来一股剧痛。 江凡你大眼, 你想踩断我的腿啊。 武冲吃痛的大叫, 谁让你多嘴。 江凡哼了一声, 可在这时, 他便是感觉到一股股杀气弥漫而来。 他抬头看去, 便是看到李浩、林涛等人, 正用极为忧怨和愤恨的眼神看着自己。 那傻, 你们不要信武冲的话, 我是那种人吗? 明显不是吗? 可这时候, 李涛和李浩等人根本不再信他, 一边扭动着拳头, 一边朝着江凡走去。 你不是在训练上很严格要求自己吗? 李浩说, 你不是哪个男练哪个吗? 林涛说, 你既然都知道, 为什么就不能提前告知我们一声? 众人问。 江凡敢笑道, 那个, 我当时也是猜的嘛, 也不确定指导员他们会不会这么做是不是? 再说了, 俯卧撑对我的训练不大, 你们也知道, 我的手臂力量没必要练了吗? 是吗? 那现在让我们看看你的手臂力量有多大。 说着, 众人便是黑压压地冲江凡围了上去。 那傻, 指导员, 您找我有什么事? 我来了。 江凡猛地后退几步, 然后拔腿就朝着肖振龙这边的方向跑来。 李浩和林涛等人哪里会放过他? 追着上去就是将他压倒。 可这时, 江凡已经冲进了海浪里, 冲肖振龙喊道, 指导员, 我申请继续做俯卧撑训练。 哦? 肖振龙微微一惊, 笑道, 你还要练? 是的。 江凡回头看了林涛等人一眼, 赶紧点头。 那你们呢? 肖振龙看向李浩等人。 众人闻言, 脸色顿时大变。 我们脑子进水了呀, 还要练。 他们刚准备快速摇头, 然后逃离这个是非之地。 可这时, 江凡却是道, 是的, 他们也要练。 指导员, 刚才我在岸上开导了一下他们, 他们也意识到在海里做俯卧撑的重要性。 这不, 在我的开导下, 一个个都跟着我跑下来, 准备再做五十个。 众人闻言, 瞬间傻眼了。 这家伙想自虐, 都要拉上自己。 混蛋。 指导员, 您不要听, 李浩正要解释, 肖振龙却是高兴得咧嘴大笑道。 好好好, 你们有这觉悟我很高兴。 既然你们这么积极, 我也不能剿灭你们的热血不是? 那就一起来吧。 不过, 也不要求你们做五十个, 就三十个吧。 开始。 李浩、林涛等人微微张着嘴巴, 看向江凡的眼神中像是要吃了他一样。 第八十五章, 行生晚会来了。 训练持续了一个小时, 肖振龙看他们实在已经是坚持不住, 这才下令结束。 简单让他们洗漱一下后, 便是开始吃饭。 可这时候, 除了班长领导们比较有食欲之外, 就剩江凡和武冲吃得最害了。 其他学员, 在做俯卧撑的时候, 不断被海水灌肠, 早就已经撑饱了。 看到江凡在一边吃得津津有味, 气就不打一出来。 吃完饭后, 中队长、 指导员也没有要求他们继续训练, 而是给足够多的时间, 让他们相互放松手臂。 好好休闲, 好应付明天的训练。 在众人那种忧怨的目光下, 江凡小心翼翼地吃完饭。 等全部放松休息完后, 已经到了休息时间。 接下来的时间, 他们每天早上, 先跑个沙滩五公里, 再进行四百米障碍训练。 下午, 就是五千米的游泳训练。 晚上, 也进行一些渡海登岛交叉掩护进攻战术训练。 可以说, 一天中就没有哪个项目, 不是需要消耗大量体力的。 而早上吃完早饭之后, 他们从一开始装两三个馒头, 到七八个。 几乎每隔一两个小时, 就得吃两个补充体力。 而十天下来, 他们整个人, 肩膀不知道被晒烂了多少层皮。 整个人, 看上去都像是刚从非洲回来一样, 除了牙齿, 能看得见的地方都是黑的。 在这样的训练下, 所有人的体能素质也在快速对蜕变着。 海训, 训练的, 可不仅仅是他们的体能, 更多的是那种在高温恶劣环境下的坚持。 那是精神和肉体的双重训练。 这跟在学校里面训练, 是完全不同的。 很快, 半个月时间到。 考核中, 80%以上的学员都达到了游泳和体能目标, 完成了考核。 只有20%的人, 玩不成或者差一点完成。 这已经大大出乎学校领导的意料了。 网界, 能够完成的基本都是70%左右。 这次达到了80%, 可以说是这么多界中最好的一届。 海训结束后, 各中队便是坐车, 直接返回了学校。 此时, 他们入校到现在已经接近两个月了。 再有一个月就结束新训生活, 开始正常的学校上课和训练一起的军校生涯。 因为体能这边, 他们基本都已经合格, 每天只需要就跑个五公里来巩固一下就行了。 大多数时间是进行射击训练。 海训的时候, 他们没有进行射击上面的训练。 相对来说, 学员们最弱的还是射击这一科目。 而每次射击, 学员们都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一个个都无比专注和上心。 因为一旦打得不好, 那下场就是跟第一次射击一样, 直接挨操练。 虽然, 他们对操练已经习以为常, 但那在水泥地上扑服磨破手脚的滋味, 他们可不想继续品尝。 而这天, 在他们射击完回来后, 吴海涛集合所有人。 再有十天, 就是新生晚会了。 到时候, 大二、 大三、 大四的学长老兵们都会出一些节目表演, 欢迎你们来到陆军指挥学院。 除了他们之外, 还有军役的学生, 也会派一部分学生过来表演。 一笑。 听到这话, 众人顿时兴奋了起来。 都说异校的女生很漂亮。 他们一帮大老爷们, 怎能不期待。 本章完, 第八十八章, 两个节目, 吴海涛摆摆手, 让大家情绪缓和下来, 继续说道, 除了军役学院和我们学校的老兵们会上台表演外, 另外, 我们也会跟本城的各消防大队以及一个警察学院联合一起搞。 跟消防大队, 警校一起弄晚会。 众人一愣, 就是连班长副班长们, 也是有些惊讶。 像这种以学校晚会形式来联谊的, 的确很少见, 但也不是没有过。 基本是好几年才会一次。 而他们这一批班长和副班长们, 也只有班长们在四年前, 在新生第一年的时候联谊过。 没想到, 今年也还会联谊。 吴海涛道, 没错, 就是军校跟消防大队, 警校联谊。 地点就是在我们学校, 因为我们这里的场地足够大。 到时候, 消防大队, 警校这边, 也会表演。 因为参与表演的单位多, 所以, 上面给到我们新训这边的, 就是每个区队, 只有两个名额。 其中一个, 就是江凡负责的演唱。 这是之前在海训的时候, 屈队长就定下的。 另外一个, 暂时还没定下来, 但应该不会在我们吧中队了。 众人文言, 都是一脸羡慕地看着江凡。 老江, 你有机会跟一笑笑话同台表演了。 羡慕你啊。 老江, 到时候不要忘了, 也帮我们邀个联系方式啊。 李浩和林涛两个憨憨, 几眉弄眼地冲江凡说道。 江凡白了他们一眼, 这晚会都还没开始呢, 想什么呢? 叮。 这时, 江凡的脑海中, 响起系统的声音, 检测到宿即将要参加新兵晚会。 系统发布任务, 宿主在新兵晚会上演唱《孤勇者》, 致敬在绝境和黑暗中, 默默为人民奉献的消防、 缉毒警察、 卧敌等英雄们。 同时, 演唱《错位时空爱国版》歌曲, 搭配对话先列模拟场景, 模拟文案和技术等要求, 都已经发送给宿主。 宿主直接打开, 便可清楚。 产生的特效技术技能, 任务完成, 得到大家的肯定, 也可获得相应奖励。 两个节目, 江凡一政, 可中队长说, 我只能表演一个节目啊。 江凡打开系统发过来的文案, 看完后也不由心头一动, 这个文案他前世看过, 在斗音上当时很火, 是新华夏的一名女子, 穿越到抗战现场。 先列们为了保家卫国, 奉献着自己的生命和鲜血。 女子告知先列新华夏的现状, 然后拉着她穿越回到当代。 先列们看到新华夏繁荣昌盛, 满足地流下了眼泪, 然后毅然返回抗战现场。 为了新华夏, 冲锋。 虽然只是文案, 但看完后, 江凡还是忍不住双目湿润。 先列们为了新华夏为了人民, 抛头颅洒热血, 是新华夏最大的功臣。 他们没有理由不是去歌颂赞扬他们。 想到这, 江凡下定决心, 不管如何, 他都一样要向领导申请, 把这个节目搬到大荧幕上。 不仅要让全校师生看到, 然后,江凡没有立即去找中队长说这个事, 而是申请到阅览室, 找了一台电脑, 将方案写出来。 第二天, 中队长找到江凡, 问他要表演什么节目, 现在要上报, 然后就要开始排练了。 江凡冲吴海涛道, 中队长, 我有个请求。 哦? 你说。 江凡道, 我想表演两个节目。 唱两首歌, 其中一首歌会配合一个模拟对话场景来演唱。 吴海涛眉头微微一皱, 两个节目。 这可有点难搞。 毕竟, 咱们区队就只有两个节目。 另外一个节目虽然还没完全确定, 但不出意外的, 肯定是在七中队和九中队这边选。 如果你要表演两个, 得跟区队长申请, 且你的另外一个节目, 必须要比其他两个中队报上去的优秀。 这是我昨晚做出的方案, 你看一下, 江凡将文案本递给吴海涛。 我相信, 您和区队长看完, 肯定会同意的。 文案都做出来了。 吴海涛笑骂道, 看来, 你是志在必得呀。 行, 我看看, 如果可以, 也可以报上去看看。 说完, 吴海涛便是打开看了起来。 开始看的时候, 吴海涛情绪还比较稳定, 可看着看着, 脸色逐渐变得凝重, 最后, 更是变得激动起来。 好, 你这两个节目太好了。 吴海涛有些激动得道, 这次联谊晚会, 有警察和消防员在, 用《孤勇者》这首歌来致敬他们, 再好不过了。 虽然我不知道, 这首歌旋律怎么样, 但里面的歌词, 是真的很贴切他们的使命和责任。 另外, 这首《错位时空》也一样, 结合模拟先烈与当代人的对话, 和场景变化来演唱, 更是能触动人心。 非常不错, 我这就拿给区队长看, 应该是没问题的。 江凡点了点头, 他知道, 如果这样的节目都不能入选的话, 那领导们绝对是瞎了眼了。 本章完, 第89章, 学校大力支持。 吴海涛冷静下来后, 冲江凡好奇地问道, 不过, 江凡, 你的艺术才华怎么这么强啊? 这两首歌都是你写出来的? 江凡苦笑, 是我在论坛上找的。 少来。 吴海涛冷哼道, 之前, 你唱的那首《军中绿花》, 回来后, 指导员特意找人去查了一下。 我们体制内有一定的调查外网的权限, 只要在网上发表过的, 即便删除了, 也能找到。 可指导员说, 根本找不到你唱的那首歌。 你小子是不想太高调, 特意说是论坛里找的吧? 江凡苦笑, 他还没想到指导员会真的去查。 就当是我写的吧。 江凡无奈道。 你小子, 吴海涛咧嘴指了指江凡。 行了, 既然你不想这么张扬, 我也不会跟其他人说。 等回去去不开会, 我会拿着你的方案过去给区队长。 是, 谢谢中队长。 吴海涛点头, 可是, 如果是表演这两个节目, 加上这场景的模拟, 你够时间来准备吗? 江凡道, 够的。 不过, 我时间可能都要花在场景模拟制作上。 到时候, 可能没法参与晚会的排练。 如果领导相信我的话, 到时候, 我直接上场就行。 我有信心, 不会出现任何纰漏。 吴海涛微微皱眉, 陈寅道, 这个风险比较大。 毕竟, 这次晚会, 不仅仅是我们学校而已, 还有警校和消防大队过来。 如果到时候弄不好, 对学校的声誉是有影响的。 算了, 我先帮你请示一下区队长先吧, 看看他的意见。 说完, 便是让江凡先回去了。 下午训练回来, 吴海涛便是第一时间找到江凡。 你的两个节目都通过了。 吴海涛拍了拍江凡的肩膀到, 区队长说, 完全信任你。 关于彩排的事, 他会说服学校, 不会强要求你参加。 你全力备战这两个节目, 特别是最后的古今对话场景模拟, 区队长很重视。 学校领导这边看到后, 也很支持。 所以, 无论如何, 你都要把它弄好。 不要辜负区队长和学校领导的期望。 江凡重重点头, 请中队长和学校领导放心, 我一定会全力以赴。 不过, 古今对话场景模拟, 我需要人配合, 也需要设备。 人员这边的话, 找林涛和李浩配合我就行。 设备这边, 我会列一个清单, 都是一些制作特效, 或者场景切换的工具, 或者软件之类的。 吴海涛道, 可以。 你要什么? 你跟我说就行, 我交给学校。 只要不是很难搞来的, 最迟明天就能帮你弄到位。 好的, 谢谢中队长。 吴海涛摇了摇头, 是我们谢谢你才是。 你这两个节目, 是我参军以来, 看到过最好最有意义的节目。 加油! 是。 从中队长办公室出来后, 江凡便是回到了宿舍, 跟班长苏和说了这个事。 苏和没想到, 江凡能够直接代表区队上去, 连续表演两个节目, 当即也是大力支持, 让李浩和林涛配合江凡。 第九十章排练, 让我们两个配合江凡。 李浩和林涛两人皆是一副震惊的样子。 江凡的两个节目都入选了, 他们很为江凡高兴, 但要让他们两个人配合江凡, 他们就开心不起来了。 并不是说他们不想去参加节目, 是因为他们对自己压根就没有信心。 我说老江, 这能行吗? 你的才艺可比我们俩厉害多了, 我们两个人上去, 那不得丢在学校的脸啊。 不瞒你说, 我活这么长时间, 就从来没上台表演过节目。 你们都乐意, 其实我也乐意, 但就是害怕我们两个不行啊。 看着两人的样子, 江凡没有感到意外。 毕竟这次晚会的规模很大, 一旦他们两个人出了什么岔子的话, 那就不单单是节目搞砸的事情了。 那样的话, 江凡可都是会受到牵连的。 老江, 我们俩真的能行。 区队长和校方领导都这么看重你, 可不要因为我们俩把节目给搞砸了。 那样, 我们既对不起你, 又对不起学校啊。 江凡走上前拍了拍两人的肩膀, 放心, 只要按照我的来, 就不会有问题。 而且, 你们并不需要唱, 你们只需要说。 看着两人有些猛的样子, 江凡耐心给他们开始讲解了起来。 你们并不需要配合我的两个节目, 第一个节目, 全程由我自己来, 第二个节目, 里面有古今对话的场景。 你们需要做的事进行对话, 距离晚会开始, 还有充裕的时间。 你们两个大老爷们, 总不能连几句话都说不明白吧。 李浩和林涛听完江凡的这番话, 信心瞬间就燃了起来。 老江, 你这不早说? 如果你早说这么简单, 那我们还担心这个干什么? 我跟你讲, 老江, 我从小就有特别厉害的表演天赋。 选我就对了。 对对对, 我们两个的表演天赋都特别厉害。 看着眼前的两个憨憨, 江凡哭笑不得, 变脸变得比翻书还快。 江凡也没有多说, 说做就做, 系统已经将文案全部都发送到自己的身上。 江凡按照脑海中的文案, 直接带着他们两个在宿舍里排练对话。 了解背景后, 两人完美融入了古今对话里的情绪。 仅仅排练了不出半小时, 班长就被江凡所创造出来的效果给惊到了, 明明什么服装场景都没有。 但即使是这样, 班长也被节目的极强感染力所感染。 看到三人还在排练, 班长也没有上前, 只是在心中默默地期待。 又继续带着李浩与林涛排练片刻后, 江凡就让他们两人自己进行对话练习了。 毕竟这次的重头戏是制作场景上。 江凡扯下一张纸, 快速地用笔在纸上列出了各种他所需要的设备, 软件。 毕竟江凡身在军校, 并不是什么东西都像社会上一样随便拿来就用的。 很快, 江凡就找到吴海涛。 这些就够了吗? 吴海涛看着江凡列出来的清单。 你不要因为节省之类的, 东西就用得少, 或者不好意思像我们要。 晚会的规模很大, 为了节目, 你想要的设备, 我们都能给你弄到, 不用担心费用的问题。 江凡笑道, 没错, 只需要这些, 毕竟我大部分的时间和精力都要花费在场景特效上。 设备占小部分, 大部分我都是要靠软件完成的, 只要给我一台高性能的电脑, 装上我需要的软件即可。 吴海涛对江凡是一等一的信任, 很快, 吴海涛重重点头, 那我就向学校汇报了, 最晚明天给你。 说完, 吴海涛转身一路小跑, 江凡本以为会明天才能拿到设备, 但没想到在当天晚上, 江凡吴海涛就亲自登上门, 把设备给到江凡手中。 江凡有些不可思议, 吴海涛则是爽朗一笑。 你的这两个节目学校很看好, 所以不论你提什么要求, 学校都会尽最大的努力去满足的。 加油! 拿到设备后, 江凡便第一时间投入到了晚会前的准备工作。 他所需要做的不仅是放在大屏幕上的特效, 他要做的还有现场的灯效, 同时他也要考虑观众们所看到的画面 给观众一个最好的观感。 这里面随便挑出来一项, 就是个工作量十分巨大的工程。 就算是有系统技能的加持, 江凡也用了很长时间才将特效全部准备完毕。 同时, 校方也批准了江凡可以不去彩排, 如果江凡要用到彩排现场, 江凡可以提前打招呼独自使用。 从这方面, 也能看出校方对江凡的看重与信任。 晚会前夕, 李浩与林涛的对话已经熟得不能再熟, 江凡也已经将场景特效全部写好, 灯光效果也全部测试完毕。 最后一次在彩排现场排练完毕后, 江凡三人对接下来的节目已经有足够的信心。 现在, 只差晚会正式开始。 第九十一章, 晚会开始, 很快, 校园的联谊晚会已经到了。 下午五点左右, 警校和消防大队的学员、 消防员都纷纷前往江凡所在的学校。 随着两个地方师生到来, 陆军指挥学校可谓是热闹非凡。 夜幕渐渐降临, 从空中可以看出陆军指挥学校巨大的操场上, 此时已经被学员们形成三个板块。 在每个板块的前方分别坐着学校, 大队的领导人以及老师。 当然, 因为夜间和人员数量的原因, 陆军指挥学校领导担心学员们不方便观看演出。 所以他们在此之前特意弄来几块大屏幕立在半空, 方便操场中的学员们观看。 这样可以保证, 每个学员都不会出现不方便的情况。 随着联谊晚会的时间到来, 几道光柱也随之射向空中。 操场中学员们的视线也统统被吸引过去。 同时, 在场的学员们也知道, 此次学校的联谊晚会正式开始。 仅随着几道光柱摄像空中, 现场顿时就响起了剧烈的掌声以及欢呼声。 现在的他们不会再再克制自己的情绪, 纷纷将自己心中激动的情绪表现出来。 我们学校的节目不会出现什么问题吧? 校长看着身旁的大一教导主任担心地说道, 到时可别出现什么问题, 丢了我们陆军指挥学校的脸啊。 文言, 大一教导主任当即就在脑海中想起了江凡的节目, 脸上也渐渐地露出了坚定的表情。 他信誓旦旦地说道, 校长, 节目保证没有问题。 而且, 我还可以跟你保证, 此次有几个节目保证能经验到在场的所有人。 就算是经验全国都不为过。 大一教导主任并没有直接跟校长明说, 他在这里跟对方卖了个关子。 很显然, 这招很有用。 校长听着他的话, 直接就来了兴趣。 哦? 校长微微惊讶道, 什么节目能让你说得这么夸张? 对此, 大一教导主任并没有直接回应对方, 而是将目光意味深长地望向了前方的舞台。 同时, 他的嘴角也露出了神秘的笑容。 校长, 现在说出来岂不是一点期待也没有了? 等你观看到那几个节目, 就算我不说也会自己发现。 校长知道已经无法从对方嘴中套出任何话。 他笑骂道, 行, 那我倒想看看到底有没有你说得那么惊艳。 如果没有, 倒是看我怎么收拾你。 对于最后一句校长的威胁, 大一教导主任自然不当回事。 毕竟他心里已经肯定, 江凡的那两个节目将会是全场最惊艳的节目。 很快, 一男一女的学长学姐组成的主持人搭档已经缓缓走上台。 他们看着台下的师生们露出了满怀开心的笑容, 开始这次联谊晚会的开场白。 然而, 操场中的学员们已经等得有些不耐烦, 但他们知道, 就算心中有不好的情绪也不能现在表现出来。 而主持人的开场白也在他们不耐烦的情绪中结束。 节目开始, 刚开始的是消防大队几名学员带来的表演。 早已经等不耐烦的学员们看着舞台上的节目已经开始, 纷纷改变了先前的情绪。 甚至操场中来自消防大队的学员们还为其欢呼呐喊。 连续几个节目上场, 有唱歌的、 跳舞的、 甚至还有乐器表演等, 这些节目表演的质量也是非常的高, 表演期间也没有发生任何问题。 可以看出, 每个学校的学员对于这次的联谊晚会都非常的认真对待。 看着舞台上面一个接着一个的表演, 各个学校的领导们纷纷露出了笑容。 好, 不错, 但他们也知道自己的身份, 并没有像学校们那样大声呐喊。 而这时, 随着上一个节目结束, 主持人开始宣布接下来的节目。 下面让我们有请, 来自陆军指挥学校的大义新生, 江凡同学, 为我们带来两个节目, 《孤勇者》和《错乱时空》。 当台上的主持人说完江凡的名字时, 操场中陆军指挥学校的大义新生们眼睛突然放亮。 紧接着, 现场直接陷入了一片轰动。 他们可是从刚开始就已经期待自己学校的节目, 可奈何演出的顺序问题, 他们只能一直等待。 陆军指挥学校的大义新生们齐刷刷的鼓掌欢呼, 让得大二以上的学员以及消防大队, 警校的人一脸猛逼。 前面几个节目也有其余两方的, 但消防大队和警校并没有这么激动, 所以才会对于眼前这一幕有些惊讶。 什么情况? 这个江凡是什么人? 怎么让这帮人这么激动? 而他们并不是陆军指挥学校的大义新生, 所以并不清楚江凡的事情。 这两个月下来, 江凡的每一项科目成绩都是大义新生里面最牛的, 而且还屡屡打破记录。 更别说, 在海讯期间, 江凡演唱的那首《军中绿花》, 不知道唱哭了他们多少人。 随后其余学校的学员们在陆军指挥学校的带动下, 也纷纷鼓起掌声欢呼。 只不过, 他们并没有陆军指挥学校的学员们那么激动罢了。 而听到自己名字被主持人念叨的江凡, 刚要缓缓走上台, 就听到了震耳欲聋的掌声和欢呼声。 这让他的心中也开始产生了紧张的情绪。 毕竟这是他第一次参与联谊晚会, 就算所有准备已经万无一失, 心中的紧张还是打消不了的。 很快, 在众人期待的目光中, 舞台上的目光齐聚在了一个人的身上。 而这个人不是别人, 看着江凡那挺拔的身影, 大一教导主任眼神中充满了期待。 随着众人的视线中出现了江凡的身影, 操场中陆军指挥学校的大一新生们当即就欢呼了起来。 当然, 能让他们如此激动, 也可以说是他们的攀比心在作祟。 这次是三方的联谊晚会啊。 刚刚其他的单位带来的节目每一个都展现出了超高的艺术水平, 陆军指挥学校的学员们自然也不能落后啊。 第92章 孤勇者 所以说, 现在舞台上的江凡, 也就是他们陆军指挥学校大一新生的脸面。 看着陆军指挥学校大一新生们的反应, 这让在场其他人莫名地期待和好奇起来。 他们现在很想知道, 江凡到底会为他们道来怎样的节目表演。 舞台上的江凡目光环视着四周, 他深吸了一口气缓解现在的紧张。 很快他就进入了情绪, 那些紧张也就渐渐地烟消云散。 下一刻, 江凡的声音传遍众人的耳中。 各位领导, 同学们大家好, 我是江凡。 这次, 我为大家表演的节目是《孤雍者》和《错位时空》。 而我先为大家带来的是《孤雍者》。 想必大家都知道, 我们所在的世界还存在于战争。 而我们的和平都是那些孤雍者, 默默无闻为我们换来的。 他们存在前沿以及我们城市的各个角落, 街道, 无声无息地保护着我们。 而这些孤雍者所做的事情, 却从来没有向其余人讲解, 但他们的行动却都是存在的。 这首《孤雍者》, 送给那些在前沿守护我们的英雄, 以及在城市各地保护我们的人。 江凡的声音每一句都环绕在众人的耳中, 让在场的学员们当即就陷入了沉默。 根本没有前几个节目那样欢呼雀跃。 在舞台上灯光的照耀, 江凡的身影刻入了每个人的脑海中。 主作上, 吴海涛看着舞台中的江凡眼神中满是赞赏, 果然没有让我失望。 除了他以外, 大一教导主任也是满意地看着江凡。 心中感叹道, 这小子没给陆军指挥学校丢脸。 也就在这时, 照耀在江凡身上的灯光咔嚓一声, 全部熄灭。 江凡也因此整个人都消失在黑暗当中, 众人只能看到那已经闪亮的屏幕, 以及不断闪烁的画面。 而后台的音乐声也随之响起, 正是《孤雍者》的配音。 在配音响起的那一刻, 江凡那不优秀的嗓音也跟着唱了起来。 都是勇敢的, 你额头的伤口, 你的不同, 你犯的错都不必隐藏, 你破旧的玩偶。 你的面具你的自我他们说, 要带着光, 驯服没一头怪兽, 配音中夹杂着江凡的歌声, 让在唱的学员们纷纷被感动到无知所措。 而这很没完, 在江凡歌声响起时, 他身后的屏幕内, 还不断闪出每个前沿英雄的画面。 这让操场中的学员们, 眼神当即就红润了起来。 他们说, 要封好你的上, 没有人爱小丑为何孤独, 不可光荣, 人只有不完美。 值得歌颂, 谁说污泥满身的不算英雄。 这段歌声响起时, 江凡身后的画面再次变化, 可以说, 两者完全契合在一起。 这让在唱的所有学员们, 屏住了呼吸, 生怕自己发出的声音, 太大会打扰到舞台中的江凡。 现在的他们, 也终于明白了, 为什么大义心生先前的反应会那么激励。 如果这样的节目, 还让他们的情绪不激动, 那什么样的节目还配? 当然, 他们并不知道的是, 江凡的节目, 这些大义心生也不清楚。 爱你孤身走暗象, 爱你不贵的模样, 爱你对治过绝望, 不肯哭一场, 爱你破烂的衣裳, 却敢赌命运的枪, 爱你和我那么像, 缺口都一样去吗? 配吗? 这蓝履的披风站吗? 站啊! 以最卑微的梦之那黑夜中的乌夜与怒吼, 谁说站在光里的, 才算英雄。 随着这首歌的高潮来临, 江凡的背后画面再次转换。 一幕幕变化的场景, 深深地烙在了学员们的脑海中, 让不少学员因此落泪。 而大义教导主任知道, 江凡的表演是, 孤勇者。 但他实在是没想到, 江凡的表演会这么震惊。 江凡太出乎人的预料了。 除了他, 最为震惊的还是校长。 他原本听到大义教导主任的话, 就满是期待。 而现在听到江凡的歌声, 以及见到屏幕上的画面, 这让他也深深地被带入其中。 此时的校长眼睛中, 跟其余人并无不同, 也已经泛红。 这小子, 他们说, 要借了你的狂, 就像擦掉了污垢, 他们说要顺台阶而上。 而代价, 是低头那就让我不可乘风你一样骄傲着。 那种雇佣谁说, 对异平凡的不算英雄, 台下的大义心声教导员, 听到江凡的歌声, 已经克制不住自己心中的情绪, 直接就哭了出来。 早在刚才, 他就已经被江凡的歌声感动, 只不过一直在克制自己而已。 可现在, 他终究还是无法再忍下去。 爱你孤身走暗象, 爱你不贵的模样, 爱你对治过绝望, 不肯哭一场爱你破烂的衣裳, 却敢赌命运的枪, 爱你和我那么像, 缺口都一样去吗? 配吗? 这蓝绿的披风站吗? 站啊。 以最卑微的梦至那黑夜中的乌夜与怒吼, 谁说站在光里的才算英雄, 听着江凡第二段高唱中, 在校长等领导的带领下, 所以人都集体站了起来。 现在的他们并没有哭, 而是面色坚定, 目不转睛地望着眼前的屏幕, 看着那一次次出现的无名英雄, 全体表达着他们的敬意。 爱你来自于蛮荒, 一生不借谁的光你将造你的城邦, 在废墟之上去吗? 站啊。 以最卑微的梦去吗? 站啊。 以最卑微的梦至那黑夜中的乌夜与怒吼, 谁说站在光里的才算英雄。 在江凡唱完最后一段高潮过后, 在场的众人听出了不一样的歌词, 也从其中听出了不一样的深意。 很快, 江凡的歌声已经停了下来。 当然, 雇佣者的配乐还在不断环绕在众人的耳中。 虽然屏幕上的画面已经停止, 但他们听着那结尾的旋律, 却使在场的众人不断回想起脑海中的画面。 而这也让极力克制自己不哭出来的学员们, 再次哭了出来。 随着结尾的配乐消失, 众人这才回过神来。 他们齐齐将自己的目光聚在江凡的身上, 心里可谓是五味杂陈。 第九十三章都哭了, 舞台中的配音虽然停止, 但是在学员的脑海中, 却是一直回忆起刚才的音乐, 以及那不断切换的屏幕。 尤其是看到屏幕上面显示的救火英雄时, 消防大队的每个人都仿佛亲临现场一般。 而此时, 部分消防员们脑海中已经回忆起了之前他们经历的那次救火任务。 当他们抵达救火现场时, 整栋楼已经被熊熊燃烧的大火所覆盖。 里面被困的人员也随时都可能面临生命危险。 而他们消防员也是有血有肉的人。 他们要冲进其中也是避免不了有生命危险。 可当他们得知燃烧的大楼内还有人被困入其中时, 他们承认心有恐惧, 但他们仍旧义无反顾地冲入了其中。 群众们期待与担心的目光都是他们前进的理由。 在众人担心的情况下, 冲进去的消防人员抱着伤员从大火中出现到了众人的视线中。 可还没来得及众人为其感到欢喜, 一名消防人员在放下伤员的那一刻当即就倒在了地上。 随后, 众人才从那名伤员的口中得知, 在进去营救的途中, 这名消防人员为了保护自己怀中的伤员, 为其抵挡了头顶掉落的巨大石块。 石块不偏不正, 当即就砸在了这名消防人员的头顶。 消防员心心念念想着将伤员送出去, 他怀着强烈的意志坚持地走了出去。 眼看自己心念已经达到, 他仿佛松了一口气直接就摔倒在地。 想到这里, 参与到那场救援任务的消防员们眼角已经微红。 长这么大, 第一次因为一首歌而感动落泪, 除了消防大队, 他们身旁的警校也是如此。 从江凡的歌声中, 视频中他们总能找到身边的种种影子。 他们脑海中不断回想起, 视频中一名警方人员为了保护人质的安全, 义无反顾地替其抵挡了敌方的子弹。 而这颗子弹像阎王索命一般, 直接就打在了这名警方人员的要害。 可他看着身前的人质, 不忍心看着对方受到任何的伤害。 这名警方人员狠下心来, 怒吼一声, 咬着牙就向着身后的敌人冲了过去。 其余的警方人员看着自己同伴的做法, 他们来不及阻拦。 而他们也知道对方已经做好必死的决心。 他们为了不辜负冲过去的警方人员, 当即就带着人质逃离了这里。 而就在他们逃离的途中, 身后直接就响起了爆炸的声响。 就这一瞬间, 所有人都知道那名冲向敌人的警方人员下场如何。 也正是如此, 警校的学员们紧紧地握住自己的拳头, 眼泪不受控制地流淌了下来。 回想着刚刚的旋律, 回想着刚刚的歌词, 他们的心中也更加坚定了未来的道路。 在真正执行任务时, 他们每个人皆都是雇佣者, 全体都有。 敬礼! 在场的所有领导像心有灵犀一般, 齐齐喊道。 这道洪亮的声音响起, 现场的所有人齐刷刷地抬起了自己的手臂。 敬礼! 陆军指挥学校, 消防大队, 警校。 所有的学员, 领导们无一例外, 纷纷向着这些无名英雄表达他们至高的敬意。 一道江凡背后屏幕内的画面消失, 灯光重新回到江凡身上, 最高领导者大喊礼弊。 这时, 众人才放下自己的手臂。 随着前方的领导者一次落座, 身后的三方学校学员们才重新落座。 即使这样, 他们也没有开口说话, 目光依旧放在江凡的身上, 现在江凡就是整个操场内最核心的存在。 校长整理好自己的情绪后, 看向大一教导员感叹道, 好节目, 好节目啊! 尤其是那句歌词, 谁说站在光里的, 才算英雄。 刚刚节目有全程录像吧? 大一教导员拍胸扑回道, 有全程录像。 江凡的这个节目, 就算是惊动全国也不为过。 江凡的下个节目, 也不会让我们失望的。 嗯, 我现在确实有些期待, 江凡接下来的节目怎么样了。 这个节目都让他深感其受, 他相信江凡下一个节目自然也不会差, 而这也让他更加期待起来。 孤勇者不分时代, 不管是之前还是现在, 每个时间内都有着这样的孤勇者。 而我们能迎来现在这样的和平, 自然少不了先辈们在前沿的拼死奋战。 没有他们的付出, 也就不会出现现在和平的环境。 我们都曾幻想过, 可以让先辈们看到如今我们的文明, 让先辈们看到我们如今的生活环境。 今天, 我会在这里实现我们的幻想, 让先辈们看到我们如今的时代。 接下来, 我为大家送来第二个节目, 错位时空。 当他的声音落下时, 台下的所有学员以及领导们满怀期待着望着前方的江凡, 不忍心错过任何细节。 江凡的声音缓缓传出, 台下的学员们感到头皮一阵发麻。 而在这个声音响起时, 也让所有人心中产生了一个想法。 江凡第一个节目就已经让他们感动得稀里哗啦, 那第二个节目呢? 岂不是让他们泪流成河? 在众人期待的目光下, 舞台上齐聚在江凡身上的灯光再次熄灭。 随着灯光的熄灭, 江凡身后的屏幕也随之变化。 巨大的声响传来, 随之画面内闪烁出昏天暗地的战斗。 而这其中, 在场所有学员和领导们都可以看到, 一个个红军战士牺牲在了敌人的炮火下。 可奈何敌人数量太多, 他们根本无法阻拦对方前进的脚步, 眼看敌人已经渐渐靠近他们。 红军战士们不畏生死, 脸上没有丝毫胆怯。 只见几名红军为了可以让同伴们坚守住阵地, 一个又一个抱着炸药包向着敌人冲了过去。 随着炸药包的爆炸, 鲜血四溅, 甚至可以看到有断肢蹦到了空中。 在场的所有人都来自陆军指挥学校, 警校和消防大队, 所以江凡并没有将画面删减太多。 这样才能让每个人都感受到战争的残酷。 先被英勇无畏牺牲精神。 看到眼前的画面, 而产生深深的震撼。 他们也看过不少实战的视频, 可当他们看到江凡制作的视频时, 他们还是被震惊到了。 画面的真实, 让在场的所有学员心里非常的不好受。 是突然看到这样血腥画面心里上的不适, 也是想到先被壮烈牺牲的悲痛。 第94章错乱时空, 校长愣愣地看着江凡制作的画面嘴唇如动。 他也参加过战争, 曾亲身体验过战场中血腥的画面。 而这些真实感, 却全从江凡制作的画面中体现出来了。 江凡,江凡, 你可真是让我刮目相看啊。 校长现在不知道说些什么好, 他已经从江凡这里看到了太多的惊喜。 而最让他激动的是, 江凡现在还只是个大义新生, 从哪方面来看, 江凡都是一个百年难得一见的天才。 校长心中甚至开始猜测, 江凡接下来的这个表演, 比刚才的《孤庸者》还要好。 画面中,战斗持续着。 一波又一波的战士们进攻,防守,反击。 而这也让一条条生命离开了时间。 随着战士们的牺牲, 地上的血液越来越多, 地面已经鲜血染得腥红。 而在阵地内, 只剩下最后一名战士打算要跟敌人同归于尽时, 画面定格在了那里。 看着那停止的画面, 在场的所有学员和领导们都屏住了呼吸, 眼神中满是期待地望着屏幕。 他们期待着, 接下来的画面会出现什么。 很快, 屏幕便一分为二。 左边的屏幕内出现了一名士兵, 他身后所展现出的背影正是现在的时代。 而也就在士兵出现的那一刻, 两个不同场景的屏幕融合在了一起。 此时, 李浩与林涛两人走出, 对起了台词。 那名刚要拼死抵抗的战士, 发现了正缓缓向自己靠近的士兵。 这让他有些疑惑, 时间在这一刻静止。 战士认为这是自己死前才会看到的画面。 这时, 那名靠近的士兵说道, 前辈, 您辛苦了。 战士听着士兵的话询问出自己的疑惑。 同志, 你诗。 那名士兵来到战士的身旁坐下。 前辈, 我从新华夏而来。 战士听到新华夏满是惊喜。 你是从新华夏来的? 士兵点了点头, 对。 战士满怀期待地问道, 那我们后来胜利了吗? 士兵再次点了点头说道, 胜利了。 好, 他好了。 年轻战士脸上已经没有了刚才要拼死奋战的表情, 而是转变成开心的表情。 这名战士再次问道, 新华夏的你们吃得饱吗? 穿得暖吗? 能和一家团聚吗? 很显然, 这名年轻战士在得知士兵是来自新华夏, 现在有一堆问题要询问对方。 而这名士兵也没有表现出任何的不耐烦。 他点点头回应道, 前辈, 我们能吃饱, 也能穿暖, 一家更是可以团聚在一起。 李浩与林涛两人穿着服装, 已经彻底带入了情绪, 表演得没有任何差错。 说着, 这名士兵拉着年轻战士的手来到了他这边的屏幕内。 灯光打过, 士兵这边的背影不断变化。 看着他不断切换的背影, 年轻战士脸上的笑容越来越惊喜。 一段时间后, 这名战斗带着欣喜的笑容回到了战场, 看着渐渐靠近的敌人, 他当即改变了自己的表情。 而敌人看到只剩下一名战士后, 他们像蜜蜂一般向战士冲了过来。 这名年轻的战士没有丝毫的慌张, 他拿出对讲机喊道, 目标定在我这里, 向我这里进行开炮。 此话一出, 学员们知道年轻的战士要用自己当作定位, 跟所有的敌人同归于尽。 也就在这时, 江凡的歌声响起。 那一年, 你和我一样年纪年轻的, 像手倾色的歌曲, 但为了创造梦中的那个星天地你, 转身走进匆匆风雨, 唱着这首歌的江凡已经进入情绪中, 他的眼睛肉眼可以看出已经满含泪水。 而随着他的歌声响起, 画面中的士兵望着前辈牺牲的战场, 眼神中的泪水已经不受控制地流了出来。 学员们听到江凡的歌声也被带入了其中。 他们跟画面中的前辈年龄一样, 都属于18、19岁, 正属于青春有梦想的时候。 可仅仅19岁的前辈, 却为了守护身后的阵地, 以及同胞在前沿拼死奋斗。 我看见, 千万个可爱的你不回头, 像硝烟深处奔去多少个青春背影, 消失在夜里换来晨曦。 又是一段催泪的歌词, 这让已经被带入情景中的学员们, 再次想到前辈拼死奋战的场景。 这段高潮结束后, 江凡身后的屏幕内, 当即就出现了前辈们的面孔。 那一双双通通有神的眼睛, 似乎看穿了屏幕, 观看到在场的每一名学员。 他们仿佛是看到了如今时代的和平, 都纷纷露出了和善的笑容。 这让在场的学员们, 心里产生了一种信念。 前辈们, 你们为我们带来的和平, 我们会一直守护下去。 随着学员们那坚定的目光, 屏幕内的画面发生了变化。 而江凡的歌声也再次响起。 举起手, 我说出同样誓言黑白间, 你的笑容多清晰, 你说你从来也不后悔, 把一生奉献给这片辽阔大地。 画面中取而代之的, 是无数先辈烈士。 这些前辈烈士, 在年轻的时候, 从那昏暗的时代中, 用他们的行动, 形成了如今的华夏。 我多想, 伸手紧紧拥抱你告诉你, 一切都尘埃落定, 百年前你梦想的那个星下果有多美丽。 这一段里, 画面中的士兵, 已经跟着先辈们, 走过了无数的时光。 在哪一幅幅坚定的目光中, 士兵仿佛带着无数学生们的心声, 想要告诉他们, 未来已经尘埃落定。 我仰望你看过的星空, 穿过百年时空再相逢在此刻, 我们总会心灵相通, 我都懂我仰望你看过的星空脚下大地, 已换了时空, 你留在风中摇曳的那抹红在心中, 在心中。 这段歌声响起时, 江凡身后的画面再次转变。 仙辈们仿佛来到了现代, 看着眼前那不断变化的现代场景, 他们脸上布满了笑容。 他们笑得很慈祥, 很满足。 见到如今的华夏已经繁荣昌盛, 他们就已经心满意足了。 他们的梦想, 实现了。 歌声渐渐停止, 而江凡身后的屏幕, 也固定在了仙辈烈士们满怀笑容的画面。 看着他们眼里的寄托, 已经凝望, 操场中的学员们并没有因为领导的命令, 学员们注视着屏幕抬起了自己的右手,敬礼。 第95章上热搜了, 表演结束的江凡并没有直接离开, 而是注视着台下几万学员。 看着他们眼神中燃烧起来的斗志, 江凡知道, 这两个节目已经让在场的所有学员获得了新的信念。 同时, 学员们也会继承先辈的意志, 守护着未来的华夏。 一个崭新的时代也将会从今天开始。 结束后的江凡并没有说太多的话, 他将自己的所有想法都汇聚成了一句话。 很高兴我可以站在这个舞台, 为你们, 为那些雇佣者, 为那些革命先烈献上最崇高的敬礼。 随后, 江凡放下手中的话筒, 对着台下的学员以及领导们敬礼。 李浩与林涛虽说存在感并不大, 但他们也仍旧站在漆黑的角落里, 向着台下的所有人敬礼。 也就在这一瞬间, 没有任何领导组织, 所有学员自觉对着江凡回礼。 看着台上的江凡, 大义教导员眼神中满是欣慰。 真不知道你还有哪些不会的。 除了他, 其他的学员们此时也有着各自的想法。 但是, 从今天开始, 江凡这个名字不会只出现在陆军指挥学校内。 他的名字更会传遍消防大队和警校的所有人耳中。 校长站在前排看着操场中的几万名学员的眼神。 他发现陆军指挥学校、消防大队以及警校, 所有人的目光都非常的一致。 看向江凡的眼神满是敬意。 这让校长不禁感叹, 这小子, 未来肯定会有大作为。 现在, 他就已经这么有才。 未来的他, 可谓是前途无量啊。 校长身旁的大义教导员点头回应道, 两人看着林峰那挺拔的身影, 心中对于江凡的今后更是期待起来, 江凡迟早会在其他的地方发光。 他的舞台远不止于此。 因为江凡这两个节目实在太过于惊艳, 导致了在场所有学员引起了极大的共鸣。 直到现在, 在场的师生们都还没有从江凡的节目带来的情绪中走出。 就连后台内, 接下来要表演的学员们以及即将上台的主持人, 也没有了先前的完好状态。 女主持人连忙说道, 不行, 我得去补个妆, 总不能带着花脸上台。 而那些接下来要上台表演的学员们也抱怨起来。 要不, 接下来的节目表演就这么算了吧? 这还怎么表演? 江凡的节目将整个联谊晚会的档次, 瞬间提升到了不敢想象的地步。 就算说这次是春晚, 可能都没有人会觉得夸张。 就算表演之后还会有人看吗? 短暂的时间过去, 江凡走下舞台, 主持人紧随其后走上来。 宣读之后的节目后, 表演者一次上台。 可现在操场中的现象就跟他们想象的一般, 根本没有人会认真地观看他们的表演。 果然, 台上的表演者看着操场三个板块中, 每个学员的脸下都传来一片亮光。 而这亮光来自于手机。 此时每个学员都拿起自己的手机观看网上的视频。 就在江凡没有表演结束时, 台下的学员们便将江凡的节目拍成一段段发到网络上。 要知道, 现在正处于网络发达的时刻。 尤其是几个可以上传视频的软件, 快脚, 头条等, 只要你有足够吸引群众眼球的素材, 它很快就能在网络上引起巨大的轰动。 而最先被上传的, 自然就是江凡第一个节目, 孤勇者。 刚开始, 视频被传到网络上, 自然不会有人喜欢听。 可学员们肆意地在网络上发现, 孤勇者的感想, 自然就吸引了很多感兴趣的群众。 当他们被吸引过来时, 想要再离开, 那将会是最不可能发生的事情。 看着舞台上那挺拔的身影唱着歌曲, 加上江凡背后不断切换的屏幕, 这让即使不是士兵的他们, 也深深被带入情绪。 爱你孤身走暗像, 爱你不贵的模样, 爱你对治过绝望, 不肯哭一场爱你破烂的衣裳, 却敢赌命运的枪爱你和我那么像, 缺口都一样去吗? 配吗? 这蓝履的披风站吗? 站啊! 以最卑微的梦之那黑夜中的乌液与怒吼, 谁说站在光里的, 才算英雄。 甚至在几句歌词和屏幕的渲染下, 群众的眼角已经汇聚了泪光。 一时间, 短短几分钟的时间, 各大网络平台都出现了 《孤勇者》这首歌。 而无数人在听到姜凡的这首歌, 并且配合着前沿战士、 消防英雄、 警方人员保卫华夏的视频, 瞬间吸引了无数网友的眼球。 再加上亲朋好友的推荐, 姜凡唱的这首《孤勇者》, 从各个地方, 各个人的手机中、 电脑中响起。 就连赶往回家路上的上班族, 也将自己的车停在路边, 观看手机内姜凡的视频。 那些走在人行道路上的同胞们, 也纷纷停下来脚步。 从远处可以看到, 他们每个人的脸都被手机上的亮光所照射。 而这些人也都在观看姜凡的表演。 一瞬间, 各大平台, 新闻头条纷纷报道了这一条新闻。 姜凡表演节目的视频, 直接就占据了各大平台热搜的排行榜。 而这一情况, 也让各大电视台的运营方瞬间傻眼。 他们为了提高节目的收视率, 这几天可谓是绞尽脑汁的计划节目。 可就在这些高质量的节目即将要播出时, 这突如其来的暴风雨将他们打得措手不及。 电视台的运营方甚至开始抱怨起来, 这什么情况? 我们这些电视台和明星还比不过一个学校举办的晚会, 吸引人吗? 我倒要看看这到底是什么样的视频, 可当他们点进视频时, 姜凡的歌声瞬间就传进众人的耳中。 而屏幕上的画面也映入了他们的眼中。 看着画面, 听着歌声, 电视台的运营方一个个沉默了下来。 此时的他们不得不承认, 姜凡的这首歌曲确实比他们的节目更加吸引人。 而这仅仅只是个开始。 要知道这些视频只不过是姜凡在表演第一个节目时发上去的。 直到现在也就是半个小时左右的事情。 致敬所有的英雄、先烈、年轻少年崛起的风暴将会席卷整个华夏。 第96章, 火了! 此时正在参加晚会的姜凡等人, 压根不知道姜凡表演的节目已经在网络上大火。 毕竟这只是晚会的表演节目并不会涉及到什么军事秘密。 而且, 还是宣传红色爱国情怀的节目, 学校自然也乐得这样做。 很快, 错位时空这首歌以及古今对话场景模拟也被上传到了网络上。 因为有前面雇佣者的基础打底, 让各个媒体平台以及大V博主们一看到有新的节目出来了, 立即开始大肆宣传。 很快, 网络上铺天带地的关于错位时空这个节目便是彻底曝光了。 而瞬间, 在无数网友观看了这个节目后, 很多人都泪目了。 无数好评如雨后春笋一般涌出。 我的天, 是谁想出的这个创业? 太感人了, 致敬先烈。 没有他们, 就没有如今的新华夏。 我是哭着跪着看完的。 哦, 致敬那些最可爱的人。 晚会刚结束, 指挥学院宣传部长这边便是立即收到了关于节目发上去轰动全网的消息。 我的天, 这么快就火了。 宣传部长满脸惊讶。 宣传部的一个上尉也是极为激动的道, 确切地说, 不是我们整个晚会火了, 而是那个江凡新生的两个节目火了。 短短一个小时, 播放量已经好几千万了。 很多网友都是一刷再刷, 现在还以每秒十几万点击速度在暴涨呢。 各个新闻媒体平台, 讨论热度已经都已经稳稳地霸占了前五。 宣传部长看着上尉提供过来的数据, 久久没有回过神来。 这时, 又有一个上尉跑了过来, 激动地冲宣传部长道, 部长, 很多官方媒体平台给我们发来了今晚晚会节目的利润分成数据, 已经有近百万了。 而且, 还在快速上涨着。 多少? 宣传部长瞪大眼睛, 看着来人。 那上尉道, 快接近一百万了。 这还是有不少媒体平台还没统计出来的数据。 我们是用学校的官方账号上传的, 很多媒体平台看到了也申请拿到了授权, 发了出去。 不管是节目视频播放, 还是文字新闻图文这些, 只要有人观看, 就会有相应的收益。 甚至还有不少打赏。 那些平台通过数据结算, 给我发来了实时数据收入文件。 按照目前这个热度来推算的话, 今晚晚会的这些节目, 估计能给学校带来千万以上的利润了。 当然, 这其中99%以上, 利润都是来自新生江凡的两个原创节目。 宣传部长借过那收入数据仔细看, 发现发来的是目前华夏最权威的一两个官方媒体平台。 后面肯定还有很多其他平台也会发过来。 那这收入算起来就十分恐怖了。 宣传部长深吸一口气, 然后冲两人道, 你们两个回去继续跟那些平台沟通好, 有任何进展, 立即告诉我。 是。 两人激动高兴地离开后, 宣传部长便是立即前往校长办公室。 这件事必须要跟校长汇报。 毕竟, 涉及到的金额实在是太大了。 他们陆军指挥学校, 何时有这么火过? 而晚会结束后, 各个方块也相继带离了现场。 江凡他们因为在新讯期间是禁止完电子产品的, 压根就不知道网上发生的一切。 回到中队, 中队集合的时候, 吴海涛又忍不住当众夸赞了江凡一次。 完后, 也到了晚休时间。 躺在床上, 江凡也正准备入睡。 这时, 脑海中便是响起了系统的声音。 恭喜宿主完成此时晚会表演。 奖励黑客技能精通技能。 融合该技能后, 宿主将会成为一名顶尖的电脑技术高手。 拥有顶尖黑客高手的技术手段。 江凡听到系统的声音, 原本刚闭上的眼睛瞬间睁开。 黑客技术? 这个技能可以。 要知道, 目前的部队正在往信息化方面发展。 狠队纯步兵都已经转型了半机械化, 甚至是全机械化。 而转向机械化, 就不可避免地要往信息化技术方面来转型。 计算机技术蕴含极为广泛, 在拥有设备的基础上, 可以说设备是电机, 计算机技术就是顶梁柱。 如果能将其掌握, 后面的很多在信息化建设上需要用的技术, 都可以迎刃而解了。 永远不要去低估一个黑客高手的实力。 一个黑客高手, 如果拥有足够的实力, 甚至能黑掉一个军的通信或者安全网络系统, 让这个军在短时间的指挥系统陷入瘫痪。 这个后果, 发生在战场上, 是极为致命的。 姜凡没有着急睡, 而是仔细研究着这个技能。 第二天, 中队照常起来训练, 而姜凡却是被指导员激动地喊了过去, 并且亲自开车送他前往校长办公室。 姜凡有些疑惑, 问了一下萧振龙校长为啥突然找他。 萧振龙却是迈起了官司, 说等他去到校长那里就知道了。 很快, 两人来到校长办公室。 此时, 里面已经有三人, 带着红星军衔的少绝校长, 大校, 教导主任, 上校, 宣传部长。 第97章, 收入一千多万, 手掌们好。 姜凡和萧振龙立正敬礼, 校长笑呵呵地摆摆手, 让他们放松点。 姜凡, 我们又见面了。 大一教导主任笑眯眯地看着姜凡, 满脸的喜爱。 是, 姜凡大声应道。 教导主任, 姜凡同志从你入校前抓捕了通缉犯, 到入校后的种种训练表现来看, 你真的是一名十分的军人。 甚至可以说是为军人而生的。 谢谢手掌夸赞, 我会继续努力的。 教导主任满意地点了点头, 然后看向校长。 校长却是冲宣传部长道, 你来说吧。 是, 宣传部长应了一声, 直接冲姜凡道, 姜凡同志, 你知道为啥我们叫你过来吗? 姜凡, 报告。 不知道。 手掌请说。 宣传部长一笑, 直接递给姜凡一份资料, 你看一下, 就知道了。 是, 姜凡恭敬地接过资料, 打开一看, 眼睛也不由瞪大。 三百多万? 这么多? 姜凡忍不住脱口而出。 宣传部长笑道, 这还只是昨天的收入数据, 而且, 只是一部分平台的, 不少其他平台还没统计出来。 按照你这两个节目的热度, 至少还会持续一段时间。 甚至包括后面挺长的时间, 你的那两首歌, 在音乐平台或者其他娱乐节目中, 也都会有一定的收入。 估计, 等热度过去, 收入不会低于两千万。 因为这两个节目都是你自己原创的, 没有任何的中间公司可以客扣分成, 所以, 扣除税后, 你能拿到手的, 也不会低于一千万。 一千万, 听到这个数据, 姜凡的心脏都还是忍不住剧烈跳动了一下。 两视为人, 他都没有见过一千万是什么样子。 毕竟, 当兵的工资并不高, 最多也只能是养家糊口。 一千万, 就是当一辈子兵, 也赚不到啊。 当然, 钱对目前的姜凡来说, 就只是一个名词, 他对钱, 的确也不怎么感兴趣。 他是打算一辈子在部队里过的, 要这么多钱, 也没有地方可以花啊。 加上有系统在, 就更加没有这么多心思, 放在钱上面了。 教导主任肖问道, 怎么样? 一下子就赚这么多钱, 是不是感觉, 人生一下子就变得美好起来, 认为当兵也没啥意义了。 姜凡道, 手掌想听真话, 还是假话? 废话? 当然是真话。 教导主任肖骂道, 你也不要有什么压力, 是个人, 在这么多钱面前, 也很难经得起诱惑。 虽然我们都是军人, 但军人多少工资, 你也清楚。 想要赚一千万, 当两辈子兵都赚不到。 你如果产生那种心理, 也不足为奇。 一边的肖震龙听到这里, 不由得有些紧张地看着姜凡。 他也怕姜凡被金钱给诱惑到了, 认为自己有钱了, 以后在训练上就放松, 自暴自弃, 想着退役后的灯红酒绿的生活了。 毕竟, 这一千多万, 也不过是这个期间热度赚到的钱。 后期肯定还有不少。 甚至于, 以姜凡的才艺, 出到社会上, 进入娱乐圈狠狠捞金, 也不是很难的事。 姜凡则是直接说道, 真话就是, 钱对我来说, 根本没有什么诱惑力。 我早就已经决定, 这辈子都会现身国防, 可以的话, 甚至希望在部队待一辈子。 哦? 姜凡这话一出, 让得四人都不由眼睛一亮。 姜凡同志, 这可是你的真心话。 校长凝视着姜凡的眼睛, 问道。 姜凡语气坚定的道, 自然是真心话。 当然, 身上没有点钱, 也不行。 虽然我在部队, 国家管吃管住, 但毕竟我还有家人。 而且, 首长们应该也看过我的家庭档案资料, 我的家庭状况并不是很好。 所以, 这一笔钱, 我打算这样处理吧。 我拿走一程, 寄回去给我家里, 让父母和妹妹改善一下生活条件, 只有他们过得好了, 我才能全身心地投入到国防建设中。 然后, 剩下的九成, 一半留在学校当训练经费支出。 另一半, 麻烦首长们帮我捐给那些贫穷一点的烈士英雄后代吧。 我这两个节目, 借的也是烈士和英雄们的光, 没有他们。 我也创作不出这样的作品来, 回馈他们也是应该的。 众人听完, 都是被姜凡的这种看淡金钱, 无私为人的精神给触动到了。 扪心自问, 换作是他们, 他们也做不到自己身上不留一分钱, 全部给家人, 捐给学校, 烈士英雄后代。 或许多少会捐, 但大头, 自然是自己拿着的。 可姜凡呢, 恰恰相反。 姜凡同志, 我希望你慎重考虑一下。 校长说道, 我们找你过来, 不是连你压力的, 也没想过要你把钱捐出去, 只是告诉你, 这件事罢了。 你不捐, 把钱自己拿着, 我们也绝不会改变对你的好感看法, 依然会把你当作军官骨干来培养。 教导主任, 宣传部长也是点头, 表示赞同。 但姜凡却是说道, 各位首长, 这都是我自愿的, 也是我的真心话。 我不认为这个行为有多么高尚, 只是, 我针对钱没啥概念, 在我看来, 我能在部队当兵, 就已经很满足了。 只要家人过得好, 其我还能在部队当兵, 就是最好的结果。 众人文言, 都是暗自点了点头, 看向姜凡的眼神, 是更加的喜爱和欣慰了。 校长走过来, 拍了拍姜凡的肩膀, 好孩子, 我们陆军指挥学院, 很荣幸能招到你这么好的学生。 既然这样, 那就按照你的意思来。 不过, 有一点得改变一下。 学校训练经费这边, 是足够的, 国家这边, 都会拨下来。 这钱, 你就拿一半, 另一半, 按照你的意思, 捐给劣势家属吧。 姜凡文言, 正要拒绝, 毕竟, 家里虽然经济不是很好, 但这么多钱, 也花不完。 可刚要说话, 校长却是白手打断道, 就这么定了。 你可以无私, 但我们这些上级, 却是不能照顾你个人和你的家庭。 姜凡苦笑, 只能点头答应。